第1091章 谭月的担忧 谭月觉得这事还有个隐患 他立刻提出来了 说道 这箱子的东西 娘龄中前说是他跟小舅两人对半分 咱们就这样将金条都兑换了 万一小舅回来要的话 到时候不好解释 他不想因为这点钱财 最后闹得一家子名声受损 白出荣笑着说 古董跟珠宝占了三分之二 你大哥说那些东西看住就很值钱 不过我们只拿金条若是小舅回来 古董跟珠宝都给他如果不回来 你大哥说古董捐给国家 珠宝三家平分 谭月这下没话说了 田巢却说 大嫂 我觉得应该带个相机去 到时候将箱子里的东西拍下来这样 小舅以后就算质疑 这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 白出荣心头一跳 这不行 拍下来的拿去给照相师傅洗这事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份危险 田巢是情况特殊 所以没瞒着 但周四黑是不准备告诉的 一是他跟谭新华结婚短 二是两人也没小孩 所以这笔钱他会告知老二 等以后田巢帮忙赚了钱 就直接帮米星置产 田巢笑着说 这个大嫂不用担心 我在港城有一间暗房 到时候我将胶卷带去港城 亲自将照片洗出来照片 我也不会带回来 就放保险箱里 他这次到港城 还准备去银行租一个保险箱 专用放置贵重的东西 当然 他最贵重的东西 不是什么珠宝首饰 而是那些合约跟股票交割单 白初荣听到这话顿时放心 笑着说 那行 我到时候让你大哥 把东西都拍下来 因为还要上班 白初荣谈完这事就回去了 将人送走以后 夫妻两人就回了卧房 田巢笑着说 我就说 你外公不可能将财产都捐了 总会留一点点儿女做父母的 总会为儿女 多做些打算就像谭心国 守着这个秘密 三十多年都没透出一个字 现在为了儿子破房了 谭月说 我以为就算是外公会留下家财 我娘也会捐了田巢绝的他友 这想法很正常 毕竟婆婆是个先进分子 这东西是姐弟两人一人一半 你娘也不好捐 再者 你大哥二哥当时都没结婚 你娘肯定也要为他们考虑的 谭月点点头 然后询问田巢为何要点出这事来 田巢将自己的顾虑说了 说完后道 现在计划生育 我跟你以后只能有一个孩子 就算咱们将孩子培养得很优秀 但若是有事 一个人应对起来 肯定会很辛苦 敏才跟敏星以后发展得好 一定也会帮他的 就谭敏娟正好享受的性子 从政的话 走歪路的几率太大了 他一旦走了歪路 对谭心国跟谭敏才几人影响巨大 谭月不大赞同地说 这买股票有赚有亏 万一亏了怎么办 难道还要你填补他的亏空吗 田巢笑着说 现在樱花国势头很好 买他们股票肯定能赚当然 不可能像当年炒黄金跟原油那样的 谭月叮咛道 就这次下补为例 田巢觉得他现在越来越唠叨了 说就这次 以后再不许帮人炒股了 谭月还是不放心 他趁住田巢去工作室的时候 打电话给谭心国 先将田巢帮他们买股票的原因说了 然后表示指这次了 以后他不会让田巢再帮任何人买股票 特意说这话 防得不住谭心国而是白出荣 白老爷子跟谭老爷一样 先后娶了两个媳妇不同的是谭老爷 是丧老再娶 而白老爷子原配是家里定下的 只是当年栽荒家战乱 白老爷子回老家 没见住媳妇跟孩子 然后乡里人说他妻儿都死了 他回去后就在娶了解放以后 妻儿找到他时还引起了轰动 好在原配大度后娶的媳妇也明理 两人和和气气地做一起商议 这事最后是娶的媳妇 跟白老爷子一起生活 但他的薪资津贴 两人对半分 白出荣是白老爷子后娶的 老婆生的谭老爷 就觉得白母明理有容忍之量 所以促成了这门婚事 只是原配大度不争名分 但他儿女心里却不平 为此闹出不少事 有这种专门拖后腿的 白家前几年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加上也没个能力出众的掌控全局的后辈 所以一直在走下坡路了 白老爷子原配的一子一女就不提了 白出荣的两个弟弟发展得不尽如意 侄子也都撑不起事来 至于他妹妹 当年不顾家里反对 嫁了个穷小子 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还喜欢回娘家儿打秋风 白出荣回京后 他又多了个打秋风的对象 谭新国跟田勺保证指这次 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 若不是为儿子 他这次都不想麻烦田勺了 只是儿子那性子 算了 厚住脸皮沾下老三的光吧 事后田勺知道这事 哭笑不得 你就不怕大哥生气吗 谭月还真不担心 他说 他要生气 那就生气好了小勺 等三家将钱分了以后 就不要再管了 田勺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好像很避讳这事 为什么 谭月沉默了下说道 你之前都是闷声发大财 所以没事 可若是让大家都知道 你有点是成亲的本事 你会很危险 上头的人只知道 田勺靠着炒黄金原油赚了很多钱 但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当然 他也不清楚具体的金额 但他知道田勺运气好得吓人 但这并非是好事 说完这话 谭月握着田勺的手轻声说道 小勺 你在岗城的事我不干涉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但在这儿的事 不管什么事 你一定要跟我商量 若是田勺提前跟他说了这事 他是不会同意的谭家是他的家人 但全部加起来也没田勺重要 田勺愣了下来 然后一脸歉意的说 谭月 对不起 我没想这么多 谭月点头道 我知道 你是好心 不过这不是我们该操心的事 说他自私好冷漠也罢 他只想跟田勺好好过日子 不想任何人打破这份平静与安宁 第一千零九十二章联名 一 谭月在家休息的第三天 廖布达过来时 他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不过等进了书房才知道 廖布达看他是假 与田勺谈话是真 也是这时候 谭月才知道自个媳妇不知不觉 又做了件大事 他觉得 可能哪一日就被个大消息下了 田勺也与廖布达提了个意见 偶尔提一两百万现金没事 但太平凡 肯定会被银行注意到 到时候追查下来 我可能逃不脱了廖叔 安全起见 你们还是给我几个安全的账户 我到时候让冯一弄几个无名账户 透过那些账户 将钱打进你们给的账户里 廖布达愣了下 问道 小 勺 你的意思以后还会提供资金 田勺笑着说 只要保证不暴露我 有需要的话尽管开口不过 我希望如原警所说 每一份都花在刀刃上 谭月文言立刻加了一句 廖叔 这是必须越少人知道越好 不然小勺会很危险 最好是除你跟金手的负责人外 别人不知道钱的来源他 就是做这一行的 深知像田勺这样的存在 危害有多大 毕竟老话说的好 有钱能让鬼推磨 所以 一旦被敌人知道田勺的存在 对方一定会想办法除掉他 廖布达点头道 放心 这是我亲自安排 将廖布达送走后 谭月拉着田勺进了屋 然后紧紧地抱着他 田勺拍了下他的肩膀 然后笑着说 我以为你要批评我呢 之前 批评田勺是因为他是帮谭家赚钱 若因此带来危险 他就不愿意 但现在是位公家 他虽然担心 却开不了口说 谭月说 小勺 那些情报人员都很厉害 操作次数越少越安全 田勺知道他担心 想了下说道 头次没经验 等下次去港城 我会跟冯义商议 到时候让他用假名 去几个中立国家 办几个账户 然后我从漂亮国 转账过去绕几个圈 他们想查也查不到 谭月对冯义还是放心的 他说 以后像这么危险的事 在外面就跟冯义远景商议 在家里一定要跟我商量 冯义不回来 他知道在干嘛 不过他收的小弟越多 对田勺来说越安全 所以是支持的 田勺抱住他 笑着说 别担心了 不会有事的 不声不响 就签了这么件大事 他不担心 才怪谭月陈生说 小勺 以后无事可做港城 更不要去漂亮国 田勺笑着说 那不行 我还得漂亮国 干几场大的 多赚些他们的钱呢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那些资本家 都是以利益为重 只要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 他们不仅不会伤害我 还会与我做朋友的 谭月摇头说道 那些都是吃人 不吐骨头的东西 还是不要与他们 有正面接触的好小勺 这是你一定要听我的 看他这么担心 田勺点头说道 行 那我以后 就引在幕后 平日让阿湘去处理 不行的话 我在露面 得了这话 谭月才稍稍放心 下午 徐玉泉提了不少的东西说 来看望谭月 原来他去谭月单位 听到他请了病假 然后去买了东西过来 谭月笑着说 就是一个小感冒 是小勺他瞎操心 执意要我请几天假休息 其实昨天就已经好了 徐叔 外头太阳烈 咱们进去说 田勺看他 穿的衣服都洗得有些发白 脚上也是旧的解放鞋 眉头不由皱了下 徐坤这几年赚了大钱 怎么还让叔叔 穿得这么寒酸 将人招呼进屋坐下 田勺给他倒了水 又去橱柜里 端了水果跟钱果 徐玉泉见状 齐身忙说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有水就可以了 重新坐下后 谭月问道 徐叔 你有什么事吗 若是无事 徐玉泉也不可能 到单位找他的 徐玉泉纠结了下 说 小勺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我这心里 不踏实这段时间 我总梦见坤塔 他被抓了 谭月眼神立即变得犀利起来了 徐坤他做了犯法的事 让你做梦 梦见他被公安抓了 好端端 都不可能做这样的梦 除非是犯法了 然后徐玉泉 日有所夜有所梦 不过徐玉泉能找上来 肯定不是坐监犯科的罪 徐玉泉盲白手道 没有没有 坤他还是跟以前一样 从南方倒腾衣服 跟家电回来卖 只是我最近不安心 总做噩梦 担心他会出事 田勺倒是佩服他 静玉知 道徐坤会出事 恩 应该不是玉知 而是看徐坤赚那么多钱 飘起来悬着心 所以想来谭月这儿 探探口风 谭月沉默了下 说道 徐叔 你若是能劝 就劝他收手 这两年他赚了不少 让他拿着这个钱 做个正经生意 这样你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徐玉泉脸色微变 说 你的意思 政策真有变 田勺插了一句 说 徐叔 不是政策有变 而是他做这个本就是犯法的 现在是没人管 一旦上头管的话 他是逃不过了 徐玉泉惊愕不已 说道 从南方拿东西到这儿来卖 也犯法吗 他并不知道倒卖物资是犯法的 他担心出事 看徐坤摊子扑那么大 身边围着的人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杂 田勺跟他解释了 为何这是属于犯法的 小打小闹是不会追究 但像徐坤摊子扑那么大 到时候肯定会被查得 徐玉泉脸都白了 他 颤声说 小月 小勺 求你们救救坤吧 田勺说 徐叔 现在上头还没追责 只要徐坤舍得将手头的生意交出去 然后去南方发展 就算到时候上头要查 也是追责接手的人 当然 这是宽慰徐玉泉 一旦查起来 徐坤肯定是要追责的 不过只要他跑到南方去 发现情况不对 躲起来就好 现在又不同后世讯息发达 还有天眼 现在只要躲起来 改名换姓很难找他 这是倒卖物资 又不是人命案件 过个一二十年再回来 也没人会追究 谭月看了田勺一眼 没说话 第1093章联名 2 徐玉泉本就因为日日做噩梦 心里怕得不行 再听田勺这么一说 恨不能立即让徐坤 将手中的生意推出去 不过这个念头 也就一闪而过 不是不想劝 而是他很清楚 自己劝不动徐坤 想到这里 徐玉泉说 小月 小田 坤儿最近配你们两个人了 你们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这两年 我劝了很多遍都不听 谭月摇头说道 徐叔 不是我们不帮忙 之前我跟小勺 劝过他好几次了 他觉得我们极度他发了财 后来都不上门了 徐坤跟三魁还保持联系 未尝没有炫耀的 心思在里面 若当初三魁 要不听田韶的话跟住他 现在也发大财了 三魁说不羡慕是假的 毕竟徐坤现在身家大几十万了 但在听到田韶说 他是在采钢丝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掉下去 摔得粉身碎骨后 他就再不羡慕了 虽然一年赚两千 不能跟徐坤 但能睡踏实觉 徐毅全眉头皱得都能打劫了 田韶说 徐叔 徐坤赚了那么多钱 都不知道孝敬你 你管他做什么 徐毅全一听盲白手说 没有没有 坤一直都很孝顺我的他 给我买了的大房子 家电家具都置办齐全 除此之外 每个月还给我一千块钱 只是那大房子 我住住不踏实 还是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钱也不敢用 都给他攒着 田韶微微汗手 还行 知道孝顺寒心如苦 养大他的叔叔 徐毅全看住田韶 说 小田啊 你是大学生 聪明你能不能帮我想的法子 让坤儿将这一摊子的事 让出去 田韶觉得这太难为他了 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徐坤每年赚那么多钱 现在更是前呼后拥 威风的不得了 让他放弃手边的生意 不亚于要他命 徐毅全见两人 都表示没办法 突然跪在地上 说道 小田 我求求你了 我家救坤儿这毒苗 他若出事 我们徐家就断了香火 我死了 没脸下去见我大哥大嫂 更没脸见徐家的列祖列宗 田韶吓了一大跳 赶紧测开身 这不是折他的兽吗 盘月赶紧将他拉起来 生气地说 徐叔 能帮的 我们一定要帮 可现在不是我们不帮 是徐坤不听 你就是跪死在这里也没用 徐毅全也知道 自己一时情急 办坏了事 他一边擦眼泪 一边说 小田 真是对不起 是我老糊涂 让你为难了田韶看他老泪纵横 心生怜悯 徐毅全就徐坤这么轻侄子 这些年也是疏止两人相依为命 若是徐坤出事 他估计撑不下去 想到这里 田韶说 办法是有一个 就看你能不能很下心来了 徐毅全旁入抓住了 救命稻草 看住田韶道 小田 你说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肯定做 田韶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让徐毅全想法子子 将徐坤 骗出四九成 然后再将他关起来 关上三 五个月 等他回来生意 不是被手下接盘了 就是被人抢走了 谈月觉得这是个馊主意 但他没有出言反驳徐坤 是不可能放弃这生意 那只能用这种损招了 徐毅全有些迟疑 这 田韶说 这是我能想到唯一的办法 至于要不要做 那就看徐叔你的了 徐毅全跟两人道谢后 就回去了 谈月说 小韶 刚才你不该跟徐叔 说那话的 若是让徐坤知道 他会认为你在害他 可能会报复你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田 韶挡了他发财 谁知道这家伙 会做出什么事 田韶沉默了一下说 徐坤会走上这条路 多少与我有些干系 现在徐叔求上门来 我也不忍心 他就此走上不归路 若是徐叔听了 并且付出行动 或许能救他一命 若是不行 那也是他的命 我也问心无愧 当年他带的那一箱子电子表 给了徐坤启发 然后他才走上倒卖这条路 当然 责任不在他 今日会出这馊主意 也是怜悯徐毅全 谈月责怪自己 没跟田韶说清楚 一直让他误会了 小韶 徐坤倒卖物资属于经济罪 而且他是从二道贩子 手里进货的 并不是直接从港城那拿货 就算被抓 从众判最多也就二十来年 不会是死刑的 田韶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还不知道 倒卖物资是经济犯罪 可问题是 你看看现在外头什么样子 你觉得上头会放人不管吗 现在外头乱成这样 上头一定会管的 到时候十有八九 是从严从众处理的 徐坤这几年做生意 为抢地盘没少跟人干假 虽没死人 但却残了三个 除此之外 私生活也混乱 就我知道的 就换了三个 你觉得到时他能逃过 田韶是不会去特意关注 徐坤的 这些事是从三魁那儿听来的 三魁是个老实孩子 只想娶个媳妇 过安稳日子 并不羡慕他左拥右抱 谈月脸色微变 小韶 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田韶白了他一眼 说道 我消息没你灵通 这些都是我推断出来的 乱了这么长时间 上面肯定要整治的 最多半年就会有所动作 谈月知道他很敏锐 沉默了下说道 这是你跟我说说就好 别跟其他人说 田韶也知道事关重大 点点头说 放心吧 这么大的事我也就跟你说了 哪敢在其他人面前讲 他家的人都本本分分的 严达也不担心 至于谭家 谭心里跟谭心脸两人都弄到嘎啦角落去了 就更不怕了 谭月知道他的性子 说了一定会做到 田韶推了下他 笑着说 这是你可以跟老爷子或者大哥提两句 就说是你推断出来的 不要提我见谭月皱着眉头不音话 田韶笑骂道 就是给他们提个醒 又不是要你泄密 这么为难做什么 一家人还是要互帮互助 这样才能更好 这是他推断出来的又不是上头下发的文件 且 不是要满大肩囊囊 也不知道在顾虑什么 好 我寻个机会跟大哥提一句 第1009十四章开始了 年轻恢复起来也快 谭月休息了三天就生龙活虎了 不过好了也没去上班 而是留在家里陪田勺 也不让李春煮饭 中午跟晚上都跟田勺去下馆子 从饭馆出来 四鸭揉着圆滚混的肚子说 姐那松鼠桂鱼跟蟹粉狮子头真是太美味了 让人吃了还想吃李桂花冷哼一声说 别 总想着让你大子带你下馆子好好念书 以后自己赚钱了 想什么时候来吃都可以 他真觉得 这丫头有些被惯坏了 得将其掰挣过来才行 四鸭说 娘 我最近都跟五鸭一样 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读书三年以后 我会跟五鸭一起考大学的六鸭加了一句 不止考上大学还得考上这儿的大学你要考在江省 到时候也吃不上这些美味 那五姐呢 五鸭没信心 她犹豫了下还是说道 我的目标是江省的财经学院 到时候跟大姐一样学会计 田勺很想说她大学学的是经济 不过五鸭早就定了这个目标也就没更正 六鸭早知道她的想法 也试着想让五鸭改变目标 可惜失败了别看五鸭平日不怎么说话 但其实是个很有主意的孩子 决定的事很难改 田勺笑着说 能考上江省财经学院也不错 不过学无止境 考上大学后 你以后也可以考四九成的研究生 这下不用四鸭跟五鸭开口了 李桂花第一个就反对 五鸭今年都十五岁了 读三年高中 考上大学还要读四年 这大学毕业都二十二岁了 这个年岁还说人家了弱害读书 到时候好的都被人挑走了 六鸭因为跳级 读研读博她都没意见 但四鸭跟五鸭就不行 念书就到二十五六岁再说清 万一没寻着合适的单个下读三十了 田勺也不跟李桂花争辩 她笑着说 娘 要不要念研究生 等他们考上大学再说 现在讲这个为时过早 三年后四鸭二十岁 五鸭也才 十八岁了 未来要走什么路 由他们自己选择 他倒是会得建议 其他不会过度干涉 李桂花心里是强烈反对的 但也知道说服不了田勺 他决定等回去后 好好跟住两个丫头说说 可千万别学田勺 为了事业连小孩都不生 上次催生 事后被田大林狠狠批了一顿 女儿都说了这几年 要先好好干事业 谭家跟女婿都没意见 他们这亲爹亲娘 怎么反而托女儿的后腿呢 谭月回去上班没两天 又要出差了 他与田勺说 这次不会很久 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了 他是真的怕出差的时候 田勺又去港城了 以前没处对象的时候 听战友朋友说 老婆小孩热炕头 他觉得对方意志力太差 现在自己结婚才明白 有老婆真香 至于孩子他倒挺佛系的 田勺愿一生自然好 不愿一生 反正有国家仰王不怕 田勺笑着说 放心 我在家等你回来 在谭月出差的时候 四 九成风向开始改变了 李桂花出门 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说外头很多当兵的 田勺最近一直在看报纸 猜测应该就在最近了 听到李桂花的话 他说 娘 最近外面不太平 你不要出去就待在家里吧 好 接下来的日子 除了上班 田勺都窝在家里 哪儿都没去 那 一个星期以后 谭月回来 他才放心 田勺没询问他去办什么案子了 只说到 这段时间抓了不少人 爹娘与撕压他们都没有出门 谭月点头道 愣 没事 不要让爹娘他们出门 就算要出门 最好也让远景或沈思俊跟住他们 是本地人又有工作证 遇见盘查也不怕好 李 桂花因为这个变故 惶恐不安 与田大林说道 你说会不会又变回到以前了 要这样 咱大鸭可就危险了田大林路迟道 胡说八道什么 咱大鸭可是 为公家做事 再者还有谭老跟谭月在呢 他们一定会护着大鸭的 话是这般说 他心里其实也不踏实 隔天悄悄地问了田勺 会不会好日子到头 政策又变回以前了 看他这忐忑不安的样子 田勺责怪自己太粗心 没跟他们解释清楚 想了下 他将李桂花跟三鸭他们全都叫了过来 跟他们说了外头的事 田勺说 现在外头抓的 都是那些违法乱纪 前了坏事的人 咱们家人一直都本本分分的 半点违法的事都不敢干 你们不用害怕撕压末 心里废的 说 爹 娘 我早就说没事 你们非得自己吓自己 李桂花都顾不上骂他了 问道 大鸭 锁住之前将那朋友才 从公安那捞出来 会不会有事啊 田勺摇头道 不知道不过朋友才只是打伤人 并没打死人 若他事后赔偿 取得那家人的谅解 应该没事 李桂花一听气急败坏的 骂道 赔偿个屁啊 他放出来后 还跑去那家人 将人家老婆打了一顿 这家人要是去举报 咱锁住是不是也要被牵连啊 田勺没去关注 后续 他说 你若是担心 现在就打个电话回去 跟二鸭说 让锁住尽快将这件事处理好 这件事是从四九成开始 然后辐射到周边省份 再到各区县以及乡镇 只要处理及时 这是应该要牵连不到聂锁住的 李桂花赶紧打了电话 跟二鸭说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就算多花点钱 也要让那家人消气 不然锁住被牵连进去 有了案底 以后点点跟牛牛大学 都不能考了 现在政审还是很严格 若是父母有案底 或不清白 是不给上大学的 至于参军这些 更别想了 二鸭吓得不行 赶紧说 娘 我现在就去找锁住 田勺没听李桂花 跟田大林提起这件事 也就没去问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八月中旬 田勺没什么变化 只四鸭跟五鸭比较辛苦 每天一大早起来背书 然后上午补课老师来上课 下午跟晚上自己做习题 读书是很好脑力跟体力的 田勺让李春多做点好的 给他们补一补 田勺原本还以为 四鸭会有怨言 没想到他虽时常皱着眉头 但认真学 还是很欣慰的这丫头 还是知道好歹的 第1095章 李桂花做眉 这日田勺去工作室回来 到家就看到李桂花 喜气洋洋的这么长时间 田勺还是头次看他这么开心 他好奇地问道 娘 什么是这么高兴 李桂花说 李春今日终于松口 同意嫁给 高有良了 我这又撮合了一对 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 田勺愕然 李春跟高有良 这两个人完全不搭啊 李桂花见他的神情 说 你是不是觉得 李春年岁太大不配啊 那你就太封建了 这女大三抱金砖 李春比高有良大了五岁 娶了李春 等于抱了两块金砖 田勺愕了一声说 娘 你弄错了 李姐今年43岁 高有良今年36岁 两人相差了7岁 李桂花白白手道 没弄错李春当年 嫁进段家时 刚满16岁 她爹娘想促成这门亲事 故意往大说了两岁 高大哥同意了 李桂花笑着 说 唯一跟她说 她就同意了 李春模样长得好 性子温柔 又做得一手好菜 若不是不能生还 轮不到她要不同意 那就是傻了 田勺还是 不能理解 问道 娘 你怎么突然就撮合 他们两个呢 她很清楚 李桂花的性子 心里藏不住一点事 若是想撮合两个人 早就跟他们说了 可在此之前 没见她提过一句 李桂花也没瞒田勺 笑着说 不是我要撮合他们 是穆老爷子求我做媒的 他觉得高有良 稳重可靠 两孩子乖巧懂事 还跟李春相处得好 就起了心思 田勺想起胡老爷说过 穆老是想给李春 找个依靠的 省得以后段 家人再来纠缠他 只是没想到 穆老爷竟会看上高有良 不过要仔细一想 高有良确实非常适合李春 第一 高有良性子沉稳 人他是肯干 第二 他有一儿一女 不会嫌弃李春不能生 李桂花看他不表态 以为他不同意 说 俗话说 宁拆一座庙 不拆一中轻大压 高有良跟李春都同意了 你可不能反对 若是田勺反对 这门轻事 肯定要黄的 田勺哭笑不得 说 这是好事 我反对做什么 除非李春不愿意 是被你们恐吓 逼迫他同意 那我肯定不同意 李桂花笑着说 李春之前也不是不 同意 他是觉得自己 比高有良大那么多 有顾虑 我这几天一直在 给他做工作 说高有良不会嫌弃 他这才打消了顾虑 两孩子呢 李桂 笑着道 两个孩子很喜欢李春 听到让李春 做他们娘都很高兴 也是争得他们的同意后 我才跟高有良说的 两孩子都答应 那这是 板上钉钉了 李春一松口 穆老爷立即张罗柱说 要办两张桌子 高有良也没意见 虽然是二婚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接触 他知道李春是个好女人 高有良找田勺 跟他说 就在隔壁宅子摆酒 我本来想去饭馆 但李姐说 去饭馆太费钱 还吃得也不尽兴 请个掌勺的师傅自己做 吃得好 大家也能热闹下 只是现在住的宅子 是田勺的 在里面白酒肯定要征询他的意见了 田勺自然不会有意见 在家白酒是喜庆的事 你跟李姐结婚了 就不宜再跟武刚他们住前院了 二金院反正也空住 你们一家四口 把二金院去住吧 高有良盲摇头道 不用不用 等我们结婚 到时候就搬出去住 田勺孝主说 这宅子是给我爸娘留着养老的 等他们退休后 才会搬进去 你们出去租房子 还得花钱 我这房子空住 也是空住 高有良犹豫了下说 老板 那我们交房租 田勺好笑道 我还差你这十几块 高有良不好意思了 田勺想了下来 与他说 李姐当初被段家人赶出来时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是木老爷子帮他找的房子 他到我这儿来 每个月的工钱 一分都舍不得花高大哥 他不是抠 而是想存钱买间屋 这样不至于流落街头 高大哥 你要真有心 就好好跟李姐存钱买两间屋 等你们搬到自己的房子里 我给你们封个大红包 高有良也没再推脱了 笑着道 老板 谢谢你 因为我不知道田勺什么时候 要去港城 所以高有良选了最近的好日子 主要是两人都是二婚 所以也没那么多讲究 是黄到即日就行 白酒的日子定下来后 田勺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他的保镖 有一半是公棍五刚 冯毅 阿湘他们都是单身 晚上的时候 田勺与谭月说道 你说他们都单身 我是不是该请媒婆帮他们介绍 不然的话一群公棍不好看啊 谭月觉得没必要操这个心 他说道 他们多那么大个人 想娶媳妇 不知道自己去找媒婆 若觉得四九成的姑娘不好找 那就回老家去寻 你给他们开的工资那么高 在老家找个媳妇并不是难事 话是如此 田勺第二天 还是询问了他们的意思 身为老板 还是要关心部署的生活 结果一问他们 五刚直接表示 对找媳妇没兴趣 五刚摇头说 我胃口大 赚的钱也只够养活自己 养不起媳妇孩子 田勺看住他 说 你每个月也赚不劳少了 只要不总下馆子 养活老婆小孩不成问题 这家伙不只是大卫王 还特别喜欢下馆子 像玉华台等他去过的餐厅 这家伙后来都跑去吃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薪水跟补贴全都花在吃上面了 像高有良 养两孩子 一年还能存几百块五刚 没任何负担 却跃跃光 一分积蓄都没有许多人都劝他 可惜没用 五刚很坚定地说 不行 怎么能因为娶妻生子就吃糠燕菜 那活着都没意思总编 你别劝我了 我是不要讨婆娘的 她看过太多夫妻 结婚时挺恩爱的 有了孩子 一地鸡毛 特别是结婚后 多理买包烟的钱都没有 太可怜了 所以还是单身香 想下馆子就下馆子 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不会有人管 第一千零九十六章 爱操心的六亚 田韶不管五刚了 他又问了另外几个人 这几个人没说不娶媳妇 只说先存钱 存到钱了就回老家 说亲四 九成的姑娘 他们是不敢想的 保镖乔新国笑着说 总编 我们队长说跟住你干 最多两年就能能娶上媳妇 我现在正存钱 等攒够了一千块钱 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 新来的乔新国跟杜大壮两个人 是冯毅之前的战友两人 本来是今年转业的 但冯毅去年早听到说 以后还能并肩作战 两人什么都没问就同意了 然后 这半年跟住田韶 不仅长了见识 饱了口福 娶媳妇也只可待了 田韶笑着说 那冯毅呢 他可有娶媳妇的想法 冯毅一直留在岗城 这两年都没再回内地 前年从漂亮国回来后 他还找了个英文老师 一对一学习 现在不仅说得很流畅 还会书写 乔新国神色一顿 然后摇头道 队长没跟我们提过这个话题 应该是没这个想法的 不过若是总编能说服他 那再好不过了 田韶看他神情就知道 冯毅应该是有故事的人 不过他也就询问众人的想法 若想他们想娶这儿的姑娘 就给他们推荐媒婆 想娶什么样的 自己跟媒婆说去 四鸭跟五鸭 都是9月1号开学 特别是四鸭 还得提早一天去报道 所以田韶就买了 24号的火车给他们 将他们送上火车后 三鸭经不住流了眼泪 六鸭看他这样很不理解 不由问道 三姐 你在难过什么 等我放寒假 咱们就回家了 到时候就能见到爹娘 跟四妹他们三鸭擦 泪眼泪 哽咽道 我也不想哭 但忍不住 田韶想了下来 说道 爹娘答应我 等爹退休后 就来这儿养老 你以后想什么时候 见爹娘都能见得住 田大林今年45岁 像他这种工种 50岁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 五年后 夫妻两人就回搬来寺 九成了 三鸭摇头道 说是这么说 但点点跟牛牛那么小 爹娘拿舍得下 在这儿的两个月 娘就一直念叨着 两孩子田勺 对此没发表意见 反正在田大林退休前 他会将隔壁的房子 在重新修整下 至于他们退休后 来不来自己定 不强求等到年岁大了 身体不好了 不来也得接了来 永宁县的医疗水平 跟四 九成不在一个层次 六鸭觉得 这鸭根不是个事 说 这有什么 到时候让爹娘将两个孩子 带来四九成念书诈的教学条件 比家里的好多了 二姐跟二姐夫一定会同意 二鸭根念所住怎么想的 田勺不知道 但他没同意这事 要爹娘将两孩子带来四九成 到时候谁管 还有 孩子不跟在父母身边长大 以后跟父母关系会很疏远 因为有一母一父的两个弟弟 田勺以前是很排斥孩子的 特别是小男孩长大以后 才慢慢变好 不过教自己的孩子还行 教别人的孩子就算了 他没这个时间跟精力 更没有这个耐心 六鸭说 那等我留学回来 再接了他们来四九成念书 到时候我来管 也不用担心跟二姐 跟二姐夫不亲 寒暑假让他们回家 就是田勺 看住他 猝猪眉头道 你这工作以后肯定会很忙 还有 你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家庭跟孩子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 去管点点跟牛牛 六鸭 我知道你是想家里 所有人都过得好 但一个人的精力 是有限度的 还有 佛养教导孩子 是父母的事 别人再好 也无法替代父母他 有时真觉得 六鸭太爱操心了 为了四鸭跟五鸭考大学 他就延后去漂亮国留学 现在更是将点跟牛牛的事揽在身上 六鸭并不想嫁人生子 只是他知道自己的想法 不会被认可 所以并没说出来 他笑着说 大姐 四九成的教育环境 可不是老家能比的 让两孩子在这儿读书 以后考大学 也更容易一些 弱势在老家 二姐跟二姐夫 也没什么文化 两孩子可能就荒废了 大姐 点点跟牛牛 到底是姓田 爹娘嘴上不说 但我看得出来 他们是希望两孩子 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节 这事你就答应我吧 田勺知道他的性子 执拗得很 想了下退了一步 孩子太小 不宜离开父母身边 想让他们来四九成念书也行 等小学毕业吧 他记得 九十年代四九成 当时有个很好的政策 就是在四九成买房 可以将户口签进来 当然 房子有面积的要求 锁住现在赚的也不少 存几年给两孩子 在四九成各买一套房 不是问题 那时孩子大了 也可以独立 到四九成念书正合适 六鸭犹豫了下说 那基础就太差了 田勺拉着脸说道 若是到时孩子基础太差 跟不上 那就留机多读一年 只要是念书的料 一年足以跟上 若不是念书的料 到时候就跟你三姐一样 学门手艺 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六鸭 你不要将家里的事 都揽在自己身上 四鸭跟五鸭 不是你的责任跟义务 点点跟牛牛 更不是你该做的事 好好学习 然后朝着自己的梦想 去努力 三鸭也认同田勺这话 她说道 六妹 四鸭现在已经考上中专 就算将来考不上大学 也可以在县城当老师 至于五鸭 你就更不要操心了 她自小就是有主意的六妹 我觉得你该听大姐的话 去外国学习 更先进的知识与技术 六鸭听到这话 疑惑地问道 三姐 你也觉得我应该去留学 三鸭点头说道 现在那么多人 都去国外留学 那肯定有她的道理 六鸭 家里有我跟大姐 你不用担心的 虽然说二姐做错事 惹了大姐生气 但 要两人真出点事 大姐不会不管的六鸭 为了家里的事 单个学业 她觉得不应该 六鸭陷入了沉思之中 田勺见她这样 知道是将三鸭的话 听进去了 她觉得 等过年再让爹娘劝劝 这丫头应该会改变主意 第一千零九十七章 幸运的徐坤 秋老虎可不是说着玩的 田勺怕热这几日 都没什么胃口 李春想办法 做各种好吃的点心 想让田勺多吃一点 这日 李春做了山药糕给她吃 田勺吃了一块 觉得味道挺不错的 李姐 有多的拿点给妞妞 给高成吃 李春摇头道 不用 她们 上学去了 她做糕点或小吃 都是衡量过的 就刚够田家几口人吃 至于说妞妞跟高成 若是想做 可以自己买了材料 做田勺大方 但她不能占这个便宜 田勺点点头 那你送一碟到二经院去 老爷子这几日胃口 也不大好 三鸭要吃 让她自己过来拿 今年就熬一熬了 等明年她 要去搞几台冷气来用 说起来 还是三眼井胡同的宅子 比较舒服 有那棵大杏树遮住 夏天都没那么热 都跟你说了 让你开车去 怎么就是不听呢 弹乐 拿了手帕擦了汗 将一碗冰镇的绿豆汤 喝下肚 身上的造诣 瞬间去了几分 车子是你的 万一你有事要去工作室 或者单位怎么办 我皮操肉后 晒晒也没事 你这一晒怕得中暑 田巢横了她一眼 称怪道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瓷娃娃了 弹乐握着她的手 满脸笑意地说 你不是瓷娃娃 你是大善人 因为田巢的捐赠 永宁县许多穷人家孩子 读上了书 当然 这中间也遇见了 不少的困难 但记忆梦 他们都努力克服了 田巢靠近以后时 嫌弃地推开她 皱着眉头说道 一身的捍卫 赶紧去洗澡 换身衣上这鬼天气 坐着不动 都要出一身汗 更别说弹乐 还骑自行车回来了 弹乐知道她爱结 笑着进了卧室 等出来的时候 她坐在田巢对面 与她说道 有人姓您的女人 去公安举报徐坤 说徐坤当年强追了她 没等她说完 田巢救 问道 姓您的 叫您灵吗 弹乐惊讶地问 你认识这个女人 田巢摇头说 不认识 是从三魁那儿 听说了这个女人 这女人当初看三魁 老实本分 在她面前装可怜 三魁那傻小子 分辨不出 还借了一百块钱呢 说到这里 她还加了一句 那一百块钱 到现在都没还回来呢 等书惠回来 我跟她说下这件事 让她去跟那女人要 弹乐好笑道 还是别跟弟妹说了 不然她以为 三魁跟那女的不清楚 跟三魁吵 倒是三魁 得打电话回来诉苦了 田巢摇摇头道 你错了 我将这件事 告诉书惠 让她去要钱 她不会多想 只觉得那女的有心机 可若我不说 等那女人找上三魁 到时候夫妻 才真会吵架 你是说 她会去阳城找三魁 不至于吧 田巢说 当年是她看 徐坤有钱 主动贴上去的 也从徐坤那儿 得了不少好处 现在却反咬徐坤一口说 对她用强 这样的女人 是没有底线可言的 现在或许 不会去阳城找三魁 但等三魁以后 发达了这个女人 肯定会贴上去的 所以 必须将这隐忧 扼杀在摇篮里 同时也是告诉 陶书惠 让她盯紧三魁的钱包 省得这傻小子 又做散财童子 别依谁说有困难 磨不开脸借钱 若是等住钱救命 就算关系一般的借 也就借了其他的 像盖房子 娶媳妇这类的 关系一般借囚啊 谭月想着得到的消息 觉得田巢说的 很可能会发生 这女人除了举报 徐坤强追了 她还列数了 其他罪状 一共有八条 田巢觉得 这宁灵是个狠人 她好奇地问 八项罪名 哪八项啊 谭月一一列数了 强追 放火 伤人 聚众斗殴 聚众斗殴跟商人 这两个田巢知道 确实真的 但放火太可怕了 田巢问 放火是怎么回事 她不会为了赚钱 真丧心病狂地放火吧 若真是放火 就太恶劣了 在城里这民房 都是警铃的 若是放火 一个不好 连层一片要烧起来 谭月摇头道 她没放火 去年她一个仇家的仓库 住了火 一仓库的东西 都烧成灰 当时对方怀疑 是徐坤放的火 不过这事跟徐坤没关系 是他们自己管理不当 造成的这女人 将这事栽在徐坤身上 就是想弄死她 田巢相信她的判断 不由感慨地说 我听三魁说 徐坤对跟住她的女人 都很大方 像这个凝铃 当年跟住徐坤的时候 就捞了不少钱 后来分手 也拿了几千块钱分手费 说起来 徐坤对她也不薄了 没想到 现在却要置她于死地 顿了下 她说 也幸亏徐叔当机立断 将徐坤带回了老家 不然的话 她肯定在劫难逃了 那日徐玉泉来求了 田巢跟檀月以后 回去后 民思苦想 想了好几天 想出了个办法 她骗徐坤说 做了个梦 梦见徐坤也乃 哭诉说 住的房子太潮湿了 以此为借口 她将徐坤骗回了老家 至于回家后 怎么样不得而知 但他们离开不到一个星期 上头就发了文 开始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然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谭月说 若是在四九城 她早就被抓了 不过现在这个女人实名举报 公安肯定会发通缉令 抓捕她的 其实七月底 就有人举报 徐坤跟她那群兄弟 了徐坤不在四 九城逃过一劫 但她的那些兄弟 大半都被抓了 田巢问道 你觉得她会被抓吗 谭月想了下说道 若是前些年 她插尺难逃 现在没那么严了 若是她躲得好 抓着概率比较低 以前出门 必须要有介绍性 没介绍性寸步难行 但现在人口流动大了 给办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而徐坤又有钱 她要逃去阳城 然后偷渡到港城 那是抓不住的 至于说躲到深山老林 或便宜小山村 这个她压根就没想过 就徐坤的性子 耐不住这个寂寞的 田巢觉得徐坤已经很幸运了 就希望好运 一直陪伴着她吧 第1098章悲催的四鸭 四鸭睁开眼 条件反射地取了手表看 六点十分哀 在四九成每天这个点都被叫醒 现在没人叫自己就行了 她任命地爬起来 然后轻手轻脚地拿了东西 去洗漱回来的时候 寝室的姑娘还在睡 她捧着英文书出去了 在外面读了一个小时的英文回来 她的室友才陆陆续续地起床 住在丝丫上面的姑娘叫王小子 她好奇地问 田璐 你这一大早去做什么了 我们起来就没见住你 去背英语了 另外 一个室友惊讶到 背英文 咱们是中文专业又不是英文专业 背她做什么 还有 咱们都考上了 你干嘛还这么拼 来到这儿 只要这三年认真学习 不犯错误 到时候就会分配工作 有了铁饭碗 这辈子都不愁了 四鸭想着未来的三年 每天要骑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碗就很伤心 她苦住脸说道 我也以为考上了这儿就完事了 但我大姐要我考大学 还说我要考不上大学 以后不准我再去找她了 整个寝室的女生都在一个班 听到这话都惊讶地看住她 考上中专已经很难了 考大学那是难上加难 王小子听到这话 不服气地说 这大学是说考就能考上的 要这么好考 她怎么自己不去考呢 四鸭看了她一眼 叹了 一口气说 我大姐就是大学生 当年的高考状元 毕业后就留在四九成工作了 王小子眼睛瞪得溜圆 问道 你大姐是高考状元 她叫什么名字 四鸭也没瞒着 说 我大姐叫田韶 当年高考恢复 她考了全省文科第一名 我大姐就是读书的料 都不用老实教 那课本跟题目一看就会 但我不行了 我不是读书的料 考进这儿完全是靠运气 一个室友尖叫道 你大子是田韶 考进京大的田韶 你也听过我大子的名字啊 这位室友说 我是连线的你大子跟你小妹 一个文科状元 一个理科状元 想不知道多难啊 田路 真没想到 他们竟然是你的姊妹 另外四个室友 也有听过这事的 王小子是直接裸着四鸭 问道 田路 你大子跟小妹长什么样子 是不是跟你很像啊 田路 他们读书怎么都那么厉害啊 田家有拍全家福 的 只是四鸭没带过来 四鸭说 我们家六姊妹 就大姐跟最小的妹妹会念书 我们中间四个念书都不咋行 照我娘说的 幸亏一头一尾 聪明出息 不然要指望我们中间四个 老了豆腐渣都吃不上吗 你言我一语的 大家聊得太嗨了 差点迟到 等中午回来 看到四鸭的学习表 王小子有些感慨道 莫怪你大姐 能是当年文科状元 照着她学 一天到晚 除了吃饭跟睡觉 那都在学习啊 真的是 一分一秒 都不浪费 看到这学习表 四鸭都想哭 这学习表 不是我大姐制定的 是我六妹定的 我这考上了中专 暑假就想在四九成 好好玩的 结果 我六妹给了一个 类似的学习计划表 整个暑假 我都在学习 问题是不止暑假 未来三年都要这么过 只要一想 顿绝天都是昏暗的 重点是 她还得照计划表学 真要留在永宁县 以后只能跟二姐作伴了 她才不要 让四鸭没想到的是 她本来是跟室友吐吐槽 结果五个室友 被激励了 表示要跟她一起学习 然后努力考大学 不过最后 只有王小子坚持下来 另外四个觉得太累 就放弃了 毕竟三年后 能分配工作 没必要再受着罪了 王小子严格依照 六鸭所定定的 学习计划表来 若是四鸭偷懒 还会被他批评 弄得四鸭后悔不已 早知道就不那么多嘴了 结果现在还多了个监督的人 再写给五鸭的信里 四鸭就抱怨了这事 五鸭收到信后 晚上回到家就说了这件事 她笑咪咪地说道 我之前一直担心四姐 不能坚持半途放弃 现在有个人边吃她 就不怕了高中生大部分都 离家比较远 都会选择住校五鸭 住寝室睡不好 最后还是选择走读 住家里既安静 还能看书或做习题 然后每天都是十点半睡觉 田大林跟李桂花两人 是不操心四鸭的 就算没考上大学 到时候学校还是能分配工作 在他们的想法里 能跳出农门补重地就行 说完这件事 五鸭就回屋看书去了 李桂花有些心疼 泡了一杯麦乳精给她喝 本来想给你每天订一瓶牛奶的 只是现在牛奶很少 没给你订上 因为牛奶紧缺 只有像点点跟牛牛 这种小孩子的订到牛奶 像五女这么大的孩子 牛奶占不接的 五鸭接过麦乳精 笑着说 娘 有麦乳精喝已经很好了 我班上有不少同学 每天都吃从家里带的咸菜 或前豆子配饭 学校 有锅炉 会帮学生蒸好饭 不过菜的话 可以学校打 也可以自己带许多学生家境贫寒 打不起学校提供的菜 只能萝卜前咸菜配了 而五鸭没在学校吃 三餐都是田大林送给的 为了让他营养跟得上标配 每天一颗鸡蛋 中午这顿正餐 也是有巧有素 同学都不知道多羡慕 也是这个强烈的对比 让五鸭下定决心 一定要考上大学 知识改变命运 大姐就是坚持读了书 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连带住他们 也都跟住沾了光 等五鸭喝完麦乳精 李桂花就将杯子 拿出去洗完以后 跟田大林说 这孩子读书太刻苦了 我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因为是早产 五鸭自小身体就不大好 而他当时还没奶 靠着东一家 西一家的淘奶喝 才磕磕碰碰的长大 也是如此身体一直都比较虚 哪怕前几年田勺就请大夫 给五鸭调理身体 李桂花还是不放心 田大林不担心 大女当年可比五鸭还要刻苦 不过她知道李桂花的心病 宽慰道 没事 咱们多盯着点 若是脸色不好就不让她学 好 第1099章汇率历史最低 田勺当初给了包华帽 5500万美刀 这些钱她先后借了四个朋友 给他们应急用 当然都是按照最高的利息给 阿聪与包华帽说 老板 汇率已经跌破了8.8 你看要不要转换成港币 包华帽觉得还会跌 没有立即兑换 一直到汇率突然到田勺说得久 她这才将美刀兑换为港币 没想到对来的第二天 汇率竟跌到了9.4 包华帽有些懊恼地说 早知道再晚两天对了 能多赚2000多万呢 阿聪说 老板 这也说不准的是 说不准这就到底会反弹呢 咱们这个点对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也是当天汇率跌到9.6 包华帽以为还会跌 没想到第二天真反弹了 不管如何 总归没亏了 包华帽很想打电话给田勺报喜 只是有之前的丁主这个念头一浮起 他很快就放弃了 纠结了下 他说 阿聪 田勺在安正业那儿买了16个亿的股票 你说其他的钱都到哪去了 阿聪想也不想说 田老板不是 去了漂亮国 他肯定是拿了这些钱去漂亮国投资了 笨 应该是买股票了包华帽做外贸生意的 时刻关注着国外的消息 漂亮国更是重中之重 料所以很清楚 漂亮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低迷时期 而且发展势头很猛 若田勺去漂亮国买股票 那又将赚得拨满盆满了 想到这里 包华帽有些感叹地说 可惜我手头没那么多钱了 不然我也跟住他去漂亮国买股票了 阿聪不大赞成 说 老板 这些年在华尔街 折腔的有多少 你应该很清楚 咱还是将公司发展壮大吧 虽然 包华帽跟注田勺炒股赚了很多钱 但他觉得那些都是泡沫 可能哪一日这泡沫破了 就倾家荡产了 所以他觉得田勺的财富 就像是水中花景中月 到头来可能就是一场美梦 这几年包华帽没拿出所有身家 跟注田勺大肆炒股 也有他的规劝的功劳 当然 田勺觉得这种务实的性子很好 他是开了挂的 所以能在股市游刃有余 但将炒股当职业的 即使是创造出股市神话的人 基本上都是以悲剧落幕 包华帽感叹道 哎 他不是普通人 他是被幸运女神眷顾的人啊 阿聪看他又心动了 不得不提醒他 老板 你能动用的资金 现在还在股市里呢 若是在抽掉公司的资金 到时候公司会周转不开 包华帽没想过抽掉公司流动资金 他又不是赌徒 不可能拿自己辛苦创办的公司 去赌的最近港城破产的富豪不少了 他可不想成为其中一个 下午的时候 包华灿打了电话过来 说想跟他拆借一个亿也不长 就十天 利息照住规矩来 包华帽就两个字回 没钱 包华灿掖了下 说 华帽 九阴下集 十天后就还你 你若是觉得利息少了 还可以再加一个点 包华帽解释道 不是不借 是真没钱 一听这话 包华灿急了 说 你半个月前还借了五董六千万美刀 怎么就没钱了呢 华帽 之前的事是你嫂子不对 你要心里还有气 我可以让他给你道歉 包华帽手头确实没钱 他在将那笔钱兑换为港币后 就会进田勺的账户里了 当然 就算这钱没还给田勺也不会借 包华公司倒闭也影响不到他 不过包华灿的话 却让他发现自己可能弄错了 嫂子给他道歉 这话听着不对了包华帽疑惑的问道 你这钱是给谁借的 听到是给霍家借的 包华帽拉下来脸 说到 霍家现在这情况 借给他们 我这钱还要回来 包华的公司虽然这两年亏损 但那也是大环境造成的 决策并没问题 只要扛过这两年低迷期 还是可以起来的可霍家 他只想呵呵了 包华灿经商方面 比包华帽逊色不少 但他毕竟在公司做了这么多年 他一听立刻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霍家只是一时周转不开 等过十天前到账 就可以还你了包华帽文言一货道 霍家在 非洲买的矿已经证实是废矿了哥 这么大的事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买的废矿 等于投进去的钱都打水漂了 包华帽为借钱给其他朋友 不惜求上填勺 就是为了扩宽人脉 人脉广啊 就能及时知晓许多消息 向霍家买的是废矿 就是找他拆借的一个朋友透露的 包华灿脸色微变 说 你确定 包华帽一听就明白 他哥还真不知道这件事 这么大的事 你觉得是我能胡编乱造的 大哥 霍家两兄弟打擂台 导致公司出现许多的问题 现在耗费巨资 买的又是一座废矿大哥 你也长点心 别让霍家掏空了你的钱包 他那大嫂对婆家人 不上心 但对自己父母却特别孝顺 若是霍夫霍母 找他们借钱 一定会借的 他已经提醒了 若是嫂子 还是拿了家底填补娘家的窟窿 以后日子不好过 也是自找的 阿聪正好进来报告工作 等他挂完电话后 提醒道 老板 还得当心大少跟大少奶奶 去找夫人包华帽笑了下 说 妈咪手里又没钱 找也没用 那五千万的股票都在他名下 想要钱得通过 他那可是他妈咪的养老钱 别说包华灿夫妻 就是他都不会去动了 包华帽消息灵通 过了几日 他就得了消息 说获美珠 以低于市价一成 卖了套铺面 跟两套房产 这些都是包母当初分道的财产 然后给了包华灿夫妻的 给朋友道谢后 包华帽挂掉电话后 骂道 真是窝囊费 我都提醒了 竟还由助他卖产业 那货家现在就是在垂死挣扎 就是将全部身家都填进去 也于是误补 骂归骂 他却不愿意管钱分给他们 怎么用试他们的权利 他现在庆幸的是 母亲留下了养老钱 不然真要吐血 第1100章 追悔莫及的徐坤 三魁租的房子是个民房 三间屋 有个小院子的 这房子离厂房不远 骑脚踏车五分钟左右 就到了之前没结婚 工厂有员工的亲戚 到杨成会在他这里借住 不过结婚后 三魁觉得不方便 就让两个借住的人搬走 在知道这两人背后 说他坏话以后 就放了话 不给任何人借住了 在厂里吃了晚饭 三魁就骑车回来了 工厂里有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后面隔出了小间 中午没事就在那里休息 不过晚上 不加工的时候 三魁还是喜欢回来住 放下脚踏车 三魁取出钥匙 准备开门 就在这时候 突然有人轻轻喊了声三魁 因为太过突然 吓得他钥匙都掉地上了 徐坤看他这样 忙将头从墙上探出来 小声地说 三魁 是我 徐坤 我现在在你家院子里 他是翻墙进来的 不过这房子除了 外面大门的锁 房间也都上了锁 三魁跟住徐坤好几年 听得出他的声音开了门 将自行车推进后 赶紧将大门关上反锁 见徐坤要说话 三魁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打开住的屋子 将人叫进去后 他才压低声音问道 坤哥 现在警察在通缉你 你不找个偏僻的地方躲起来 怎么还跑到这里来了 田勺觉得徐坤 若是偷渡去港城 说不准会找三魁 所以特地打电话提醒了他 这样一旦徐坤 真去找他心里也有数 徐坤苦笑道 三魁 你这儿有吃的吗 我这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三魁将放在柜子的饼前 拿出来递给他 说道 你先垫垫肚子 我晚点煮一碗面给你 陶叔会来了 早晚饭在家里解决 但平日一日三餐 都是在厂里吃 不过有时候半夜会饿 他就随便下碗面 然后再半点豆腐乳 或咸菜吃 徐坤真的饿了 狼吞虎咽地 吃起了饼前三魁 看他这样 赶紧端了一杯水递给他 你慢点 别噎住 接过水 咕噜咕噜地几下就喝完了 然后继续吃吃了 半斤饼前以后 才停下 然后问道 三魁 你怎么知道 我被通缉了 三魁也没瞒着 说 我前几日有事找我表姐 他跟我说的 徐坤神色有些黯然 问道 你表姐说我什么了 之前田勺劝他 收了这摊子生意 说前个正进行当 会很危险他当时嗤之以鼻 做其他生意 哪有这么大的利润 而且大家都在干 能有什么危险 事实证明田勺是对的 他太狂妄自大了 三魁看他这样 误以为对田勺有意见 盲说道 我表姐是因为宁灵 才提起你的事 徐坤文言疑惑地问道 我跟宁灵前年就分手 你表姐 为何会因为他提起我 自知道几个兄弟被抓后 他就从老家跑了出来 也是他胆大细心 不然半路就被敲闷棍了 也因为这一来月都在逃亡 除了知道自己成了通缉犯外 其他都不清楚 三魁解释 坤哥 宁灵家当初跟我说 家里很困难 饭都吃不上 我借了一百块钱给他 我表姐知道借钱的事 说这女人心机身 不许我再跟他往来了 这些事 徐坤还真不知情 三魁迟疑了下说 坤哥 宁灵去公安举报 你当初对他用墙 不仅如此 他还猎数你许多罪状 我表姐说 这个女人太狠了 当初从坤哥 你这里捞了那么多的钱 现在还要置你于死地 我表姐担心这女人 要在四九城混不下去 听到我混得好了 会来阳城找我 防备万一跟我媳妇 说了借钱的事 让我媳妇去跟他 要回那一百块钱 陶树会一个月工资 也才四十多块钱 一百块钱 可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他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知道这事后 就去找宁灵要钱了 徐坤知道有人检举他 而且罪名很多 但不知道举报的人里 竟还有宁灵 他气得差点大骂 不过很快想到 自己现在在逃亡 声音也低了下去 这个臭必要子 当初是他自己爬上我的床 现在他们的 竟说我对他用墙 除了这个 他还列述了我什么罪状 三魁将田勺说的 转述了一遍 说完后 有些感慨地说道 昆哥 我表姐说得很对 这女人真的太狠了 连你没做过的事 都按在你头上 说徐坤抢占地盘 打架斗殴伤人 这些事真的被举报 也是该 但放火以及强奸 调戏妇女 强占他人财产 这些就是污蔑了 也幸亏他听了表姐的话 给宁灵介绍了 卖衣服的工作 就断了往来不然的话 这女人如此狠毒 还不知道怎么坑自己呢 嗯 还是要听表姐的话 徐坤气得火冒三丈 这个贱人 若是跟钱 非得弄死他 三魁也是怕徐坤 迁怒田勺 这才解释的他问 坤哥 你来这儿 是不是打算过海啊 徐坤也没瞒着 点头道 是 我现在已经被通缉了 要被抓着了 肯定得吃花生米了 三魁 我知道你肯定有路子 你帮兄弟一把吧 三魁挣扎了一番后 他找了纸笔 写了个地址跟个人名 将纸递给徐坤说道 你去找这个人 他有路子将你送过海 不过过海都要交钱的 具体收多少钱 我不清楚 坤哥 你身上应该带钱了吧 徐坤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头 说 出来的时候带了点钱 不过这一路上花效太大 所剩无几了 弱势对方收的太多 我可能拿不出 三魁将手头所有的 钱都给了徐坤 说 我结婚了 钱都是我媳妇管住的 这钱是上个月的工资 跟补贴 以及我表哥还的钱比较少 坤哥 你别嫌弃 这些钱加起来也有三百块 对寻常家庭来说 是一笔大数目了 不过徐坤可是赚大钱的 所以才说了这句话 徐坤既感动又后悔感动三魁的真挚 不但没落井下石 还尽力帮他 后悔当初没听田勺的话 若是当年也跟住三魁到阳城 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借了钱 徐坤眼眶都红了 兄弟 谢了 第1101章 李二舅被打 李外婆时而清醒 时而迷糊 不过李大舅在县城找好房子 准备搬家的时候 他脑子又清醒的不行 态度坚决的说不去县城 说在那里住不习惯 李大舅询问他 愿不愿意去李二舅家 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 也是因为老太太之前 在李二舅家那一个多月 陈红莲将他照顾得很好 几个孩子里 李外婆最喜欢李二舅了 听到这话当下就答应了 还催促李大舅赶紧将他送去 因为李外婆大半时间都在屋子里 所以李大舅还将电视 跟收音机等电器都搬了去之后 他隔三差五又会过去探望老太太 九月下旬变天 县城流感肆虐 点点跟牛牛 以及三宝他们陆陆续续 都发烧生病了 等孩子们好得差不多了 李大舅跟大舅妈又先后感冒了 大家都手忙脚乱的这一耽搁 半个月没去看李外婆了 这日周日 田大林休息 吃过早餐 李桂花与他说 昨日向经理送了咱家几斤苹果 前日所住也拿回来一筐橘子 你每样拿两三斤送去给娘吃 像诚意的 父亲挺会做人的 隔三差五会送点东西 给田大林夫妻也是如此 两家关系维系得不错 田大林吃过早餐 就拿着这些东西去了李二舅家 到了村口 他想了下没去李二舅夫妻家里 而是转到去了村里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女儿是个手巧的 透过考核去了牡丹服装厂上班 这家男人下地工作了 只有女人留在家里看孩子 正巧这婶子认识田大林 热情了 将她招呼进家里坐一坐 乡下人都是直爽性子 所以田大林也没拐弯抹角直接询问 婶子 我想问下 我岳母这段时间在这儿怎么样 她信不过李铁跟陈红莲两个人的 所以想透过别人 来印证自己的猜测 毕竟一个村的 若对老人家不好 肯定逃不过村里人的眼睛 这婶子面露犹豫之色 自己女儿脱了田大鸭的服 在阳城服装厂上班 这也是成了田家的人情 可陈红莲那么厉害 若知道是自己说的 可能要到家里来闹 田大林说 婶子 我大舅哥是因为孩子要进县城念书 老太太不乐意待在县城才送过来的 并不是不养她 若是老太太在这里过得不好 我大舅哥哥会接她回去的婶子 若是有什么不妥的 还希望你能告诉我 顿了下 她又说 你放心 我跟 你谈完就回去 不会让他们知道是你说的 大婶子文言说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不能人知道是我告诉你的 不然陈红莲会将我家拆了 放心 绝不说这大 婶子 小声道 听说老太太屋里的电视 他们每天傍晚搬到自己屋里 然后上午再搬回去 因为看电视比较费电 平日也不准老太太看 不看电视不算什么 就怕照顾的不精心 田大林盲问 那平日呢 老太太现在常犯糊涂 生活也不能自理 我那二舅哥跟他媳妇有精心照顾吗 大婶子看了一眼外头 然后压低声音说道 老太太尿了 霍拉拉 陈红莲就在院子里破口大骂 有次他们家邻居 还听到老太太的哭声呢 这个都不用听说了 毕竟陈红莲那大嗓门 隔了一座墙室 挡不住声音的 只要从他家门口经过 都可以听到 田大林脸色很不好看 老太太都糊涂了 不可能被骂两句就哭 十有八九是动手 打了他黑住脸问 那吃的呢 三餐都按时给吗 还有 我媳妇还有大舅哥 时不时都会送些吃的 老太太可有吃上 送东西过来的 时候大家也没期待 都进老太太嘴里 毕竟照顾个脑子糊涂的老人 很辛苦 但再怎么样 总要让老太太吃几口 老太太摇头表示 这个不清楚 这看电视或骂人哭喊 有声音传出来 外头人听得见着吃的什么 陈红莲一家没说 没人也无从得知 田大林也不去陈红莲家了 他将苹果橘子送给大婶子后 就回去了 到家后 他跟李桂花说 老太太一切都好 李桂花也没多想 还念着老太太喜欢吃红烧肉 说下次去 要烧一碗红烧肉带去 下午五点多 田大林才将大婶子 说的那些话告诉了他 李桂花一下就炸了 这是你早上为什么不说 到现在才告诉我 夫妻二十多年了 他很清楚李桂花的性子 要知道 这是现在就会冲过去了 那位婶子说 天黑前 他们就将电视搬去自己屋里 你们等天黑后再去 这样直接抓了个现行令外 等会到了那儿后 你看看娘身上是否有伤 李桂花 咬牙切齿地说 若是娘身上有伤 我撕了那的贱人 这种事肯定不可能只夫妻两人去的 他们又去叫了李大舅 知道李大舅很孝顺 田大林只说了 李铁跟陈红莲将电视搬进自己屋 其他的都没敢讲 就这样李大舅都气得不行 立刻骑着脚踏车 与田大林李桂花去了陈家庄 到了李铁家 李大舅就直奔老太太的屋里 门一推开 一股难以言状的胃就扑面而来 李大舅都顾不上电视的事了 赶紧去看老太太 娘 娘 你怎么了 老太太虽然还糊涂住 但看到李大舅 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就落了 下来 李桂花掀开被子 那位就更重了他红住眼眶 朝着李大舅说 大哥 你去打喷水来 我给娘擦下身子 换身衣服 拉在身上都不收拾 莫怪这屋里这么重的胃 小娘在大哥家 每天都前前静静清清爽爽的 这才多久就不成样了 李大舅沉默地到厨房打水 结果厨房里根本没热水 他进屋找到热水壶 里面倒是装满了热水 李二舅跟陈红莲 在外面跟人聊天 听到孙子说 大爷爷来了大惊小怪 赶紧回来 一进门 李二舅就挨了重重的一棍子 痛得他差点晕过去 眼见第二棍又下来了 他转身想跑 然后一棍子落在他腿上 让他直接摔倒在地 陈红莲挡在前面 被李大舅一把推倒在地 然后那棍子像雨点似的 打在李二舅身上 打得他鬼哭狼嚎 陈红莲瞧着不对 大声喊道 杀人了 杀人了 快来救人啊 这一喊将隔壁邻居 都引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赶紧过来拦 有这么多人拦着 最后李大舅手里的棍子 被夺了去 第1702章翻脸 李桂花给李外婆 擦洗好身体 又换了身前进衣服 然后将人从屋里背了出来 屋里太臭了 正常人根本待不下去 他出来的时候 李二舅已经被人扶进屋里了 不过刚才惨叫声 李桂花都听见了 要他说打死了更好 不笑的东西 李大舅在门外等住 看到两人出来 赶紧上前将李外婆接过来 他也没骂 只是陈生说 小妹 咱们回去 李桂花环顾四周 没见住田大林 大哥 大林呢 李大舅压根就没去关注田大林 自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就在这时候 田大林从外面走了进来 李桂花心头一肚子的火 看他这样就骂了 你死哪么去了 到处找都找不住 田大林好脾气地说 我想着娘坐脚踏车不安全 就去跟 人借了板车 车子就在外头 大哥 你将娘放车里吧 在闻到屋里的怪味后 他就去外面借车了 想着现在天冷了 他又跟那一家人买了床棉被 现在大家都不富裕 老太太这个样子 田大林也不好意思跟人借棉被 花钱买大家都好 李大舅将李外婆 小心翼翼地放到板车上 然后给他盖好被子 红着眼眶说道 娘 我带你回去 老太太伸手给李大舅擦了眼睛 笑着说道 儿啊 不哭 不痛 李大舅原本还能忍住 听到这话 眼泪控不住地落了下来 他哽咽道 娘对不起 是儿子不孝 为了省事将你送到这里来 他觉得老二跟老二媳妇在混账 也不至于虐待老母亲 结果现实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田大林说 大哥 这是怎么能怪你呢 谁也不知道 咱就半个月没来 他们就不愿伺候娘了 李桂花也说 大哥 这是再如何也怪 不到你身上 县城老师水平高 咱们活着不就是为了孩子有个好的前程吗 再者 也是娘自己不愿去县城要 跟他们一起住几年前老太太身体就不好 这两年人越来越糊涂 不过有大舅妈跟李桂花姊妹 老太太身上永远都干钱净净的 李大舅擦了眼泪 走吧 咱们回去 大舅妈知道这事后气得破口大骂 一边骂一边将老太太安顿好了 李桂花不放心 晚上留下来陪老太太 晚上睡觉的时候 大舅妈还是很气愤 当家的还是打压说的对 当年他们能对桂花见死不救 对娘跟我们又哪有什么真心 这两年看我们日子越来越红货 刻意装成改过自新的样子 目的是让我们帮扶他们 她其实也不放心李铁与陈红莲的 但丈夫说隔三差五去看 她想着有姐弟三个轮流过去盯着 应该不会有事 结果只半个月没去就弄成这样 这要他们三 五个月没去 老太太还不得饿死在屋里了 李大舅苦笑一声说 我之前还觉得大鸭太执拗了 老二到底是长辈 认了错就不要计较了 现在想想还是大鸭看得透彻 那两个就是畜生 大舅妈看她这样很心疼 拉着她的手说 别难过了 咱们以后好好伺候娘 若是娘不愿待在这儿 你就带她回田家村 我留在这儿照看孩子 有了偷钱的事在前 她是不愿意将两个孩子 交给王之照顾的 所以不可能回乡下 只是想着李大舅的手 她又不放心哀 两难 李大舅沉默了一下说 之前三魁提议 说可以买块地皮自己盖房 我嫌费钱就没同意 大舅妈明白她的意思 这次没再迟疑 若是买的 出地皮那就买 让他们三兄弟出钱 若是钱不够 先跟大鸭借点 到时候让他们三兄弟 还等我们老了回乡下 就将宅子卖了 钱就按照三兄弟出资比例分 等过年时 跟他们三兄弟商量这事 不用等过年 我明天就打电话 跟三魁说 好 第二天一大早 李大舅舅带着大魁 跟二魁两人去了李舅舅家 陈红莲看到他脸都变了 要知道李二舅现在还躺床上起不来了 这次李大舅过来不是找夫妻两人算账 而是来搬东西的当日老太太搬到这儿来 李大舅不止将电视搬了来 电风扇跟收音机也都一起送过来的 现在老太太回去了 字都要拿回去 李二舅昨天被打了得半死 贴了膏药 还在床上嗷嗷叫了一晚上 所以电视跟电风扇等都在他们夫妻屋里没搬 东西都拿到以后 李大舅看住李二舅 没骂他 只是冷冷地说道 从今天开始 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若是敢踏进我家的门 我就将你的腿敲断 经过一个晚上 李大舅已经想明白了 跟这两个畜生不如的东西生气不值得 该像大鸭那样断了往来 李二舅喊 大哥 大哥 昨日都是意外 我跟红莲平日 李大舅压根不愿听他的话 转身走了之前 还觉得他再多的不好 总归对母亲是孝顺的 却没想到都是假的 父子三人在回去的路上 二魁犹豫了问道 爹 那还要严生跟他媳妇留在我饭馆里做事吗 严生还好 不用吩咐看到有活就会做 他 媳妇是那种不叫就不动的 他花钱是请人来工作的 不是请姑奶奶在家坐镇的 现在两家闹成这样 正好借此机会将人都弄走 李大舅不是迁怒的人 他问 这半个个多月 两人回去了没有 二魁想也不想就说 饭馆这段时间忙 严生走不开 但他媳妇每周日都要回去看孩子 李大舅黑住脸说 都开了 没心肝的东西 二舅之前就想让前头两儿子去阳城做工 父子三人上门求了好几次 李大舅松动了 但三魁死活不松口 田勺那么讨厌李铁一家 招了堂哥去 还不得骂死他 后来二魁开了饭点 李大舅瞧着 严生老实本分 要他去饭馆帮忙 严生跟他媳妇 当天就被开除 两人沮丧住脸回了家 一到家 李延生的媳妇就闹开了 李二舅跟陈红莲两人 这才知道 李大舅这次不是嘴上说断绝关系 而是动真格了 等李二舅身体好了 上门道歉 还解释那日是意外 说陈红莲一直都将李外婆 收拾得前前进进 那日是他们出去串门时 拉得不过李大舅根本不信 抡起棍子将两人打了出去 李外婆的事 让李大舅彻底死心了 这样黑心肝的东西 没有更好 第1103章被坑也活该 李大舅跟大舅妈以为 只要跟三魁治一生 这时就成了 却不想李大魁跟李大嫂没同意 说他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至于李二魁 他说现在根本买不到地皮 除非是买个民房 然后推倒重建 但这样开销就大了 李大舅知道 两个儿子都不认同 在县内盖房子 大儿子孩子多重负担 可以理解 但老二不同意 让他心情很不好 田大灵知道这时候 说让他们三兄弟拿钱盖房 以后这房子也会有纠纷 三魁现在赚的也不少 要不打电话问他 若是他能拿得出钱来 就让他单独盖 李大舅默了默 说三魁在四九城买了房子 钱不够 大压还借了不少 就算是三兄弟一起出钱盖房子 他都要预支工钱 若是以前没说清 他可以直接开口 让三魁在这盖个房子 但现在卢儿在四 九城买房 然后又娶了媳妇 再让他一个人拿钱出来盖房子 就说不过去了 毕竟这房子盖好了 他也不会住 再者 他们夫妻会来县城 也是为老二照顾孩子 田大林惊讶不已 问道 三魁在四九城买房子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们怎么都没听说 李大舅解释 不是故意瞒着你们 我也是他去 媳妇去四九城才知道 这是好事 为什么不让说 李大舅摇头道 不清楚 三魁说是大压叮嘱的 让他低调点 不然又有许多人找他借钱 那房子花了四千多 许多地方都破损了 整修还得花一大笔钱 田大林一听就不追问了 当初这丫头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 也瞒着他们夫妻 之前觉得不信任他们 后来有了田三林的事后 也理解了 因为两个儿子都不支持 李大舅也放弃了这事 不过老太太不喜欢一天到晚 关在家里 有一次趁着大舅妈坐舍没留神 她自己起床摸到外头去 走到街上 差点被一辆脚踏车给撞到了 李桂花文言将老太太接到家里 可李桂花要洗衣煮饭带孩子 在照顾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压根吃不消另外 老太太喜欢放着电视睡觉 家里隔音效果差 严重影响了五鸭 田大林看五鸭烟烟的 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去邮局打电话给田勺 结果打过去才知道田勺又出差了 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 三鸭问 爹 怎么了 田大林将事情简单说了下 说完后道 我跟你娘现在手头还有一点钱 想寄给你大舅买个带院子的平房 不过这钱是你大姐的 我得问过他 三鸭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 他说道 爹 大姐一向敬重大舅 知道了肯定会同意 不过我觉得这事 大舅还是先跟三魁哥商量 不然这么大一笔钱 大舅得猴年马月才能还清 就算小贩馆效益不错 去年分道理大舅手里 也就三百多块钱 这买房子 货买得自己建 要面积大的话 肯定得两千往上了 田大林觉得他说的也对 我不知道三魁厂子里的电话 你给他打个嗨哟 等你大子回来 将这件事告诉他 好的爸爸 因为电话费比较贵 田大林说完这事就挂了 三鸭转头就给三魁打了电话 将这件事告诉他 哥 这是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觉得你应该回去一趟 三魁也想回去 但手头是请 太多压根腾不开时间 再者他现在手头没钱 回去也解决不了这事 等表姐回来了 我跟他商量了再回去 好 田巢这次过岗 是为七龙珠第二部动画的销售 当然 这是名义上的 其实是他要办开户的事 以及邀请包华帽 担任救助基金的会长 头一见很容易 田巢一根缝一提 就答应了不仅如此 他还郑重地跟田巢道谢 并表示会与战友 用生命来保护他 田巢看他许下这么重的诺言 笑着道 你还是别乌鸦嘴了 咱们就闷声发大财 应该不会被那些匪徒 盯上的冯一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那话有些不吉利 他忙说 是 老板你一定能平平安安 长命百岁的 田巢好笑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说道 高有良都去媳妇了 你呢 你比高有良还大几个月 准备什么时候去媳妇 冯一一听 喜滋滋地问道 老板 难道你还要包办 哥们几个的终身大事吗 若如此 那你就是我们哥几个的再生父母 田巢给了他一记白眼 上楼去了 冯一看住他的背影 笑了起来之前 老板不提这一查 也不知道是谁在他跟前念叨 竟然关心起他们的终身大事 冯一是不准备结婚的 万一哪日遇见危险没了 娶妻那就是在害人 当天晚上包华冒过来了 见到田巢就到 怎么过来之前都不跟我说一声 我要知道就晚些天去澳洲看我妈咪了 在田巢来之前三天 他去 老澳洲 在那边陪了包姆五天才回来 一到家 阿聪就跟他说田巢到岗 并且还有事找他 田巢笑着说 我这是不急 所以就没提前跟你说怎么样 你妈咪在那儿过得怎么样 包华冒冷笑一声说 他妈咪原本跟那个 医生在交往 之前还有一项说 元旦办婚礼 但前些日子 我表姨给我打电话 说我妈咪要跟那个医生分手 看他这神色 田巢就知道 不是那医生的问题 你爸谁从中作梗 不想你妈改嫁 包华冒眼中 闪过一抹厌恶之色 说道 他自己都在婚了 有什么资格管我妈咪 是我大哥跟大嫂不同意 他在嫁 说那医生就是图他的钱 因为两人坚决反对 我妈咪就犹豫了 田巢疑惑地问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他们不干涉这事 怎么现在又反对 那 包华冒说 你不在港城不知道 霍家一个星期前 宣布破产了 我那好嫂子 为了帮娘嫁 将自己的嫁妆 跟我妈咪给的钱 都寄给霍家了 现在霍家破产 这钱也等于打水漂 一分没有了 田巢愕然 这可是两三个亿的资产 你哥就这么有助你嫂子 包华冒冷哼一声说道 开始自然是瞒着他的 等知道为时已晚了 第11104章基金会会长 田巢听到包大嫂 瞒着丈夫 将钱全都寄给娘家 他疑惑地说道 若只是现金借出去 还瞒得住 这房子跟铺子要出售 还能瞒得住 包华冒吃笑一声说 正巧那段时间 他们公司跟异国的合作商 出了点问题 他使了点小手段 然后我大哥就被派去解决 这事田巢 看住他 一脸疑惑地说 你消息那么灵通 不可能没得到消息再怎么样 也是亲兄弟 为何不告诉他 包华冒并没瞒着田巢 说道 他值钱帮 货家出面找我借钱 借一个亿 我开始以为 他是给外货公司借的 就拒绝了 然后他自己说漏嘴 货家因为买的钻石矿 是废矿 资金链断裂 银行的钱都还不起了 他帮货家跟我借钱 明白是在坑我 若他消息不灵通 不知道货家耗费巨资 买下的是一座废矿 真借了钱 按照现在这形势 比钱是收不回来了 到时候 他得补这个漏洞 田巢觉得 这包华灿 也太情书不分了 包华灿说 他当时说不知情 我也没去刨根问底 没有意义 不过当时我提醒过他 小心我嫂子 将钱都挤给货家 那就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了 我都已经提醒了 还被他将家底 都填进去 那我也管不住了 其实当时他一个电话过去 房产跟铺子 这些固定资产 应该都保得住 但他懒得去管 都提醒了还被坑 只能说自找的 而且他将包华灿 当亲兄弟 人家却不将他当一回事 懒得热脸贴冷屁股 田巢明白了 你大哥大嫂 手头现在没什么钱了 所以就打上 你妈咪养老钱的主意了 怕他改嫁了 心象中的老外医生 他们就更要不到钱了 包 华帽点点头道 就我所知 他们现在只有住的那套别墅 以及一个生意好的店铺 然后还有三辆车 这些资产加起来 估计也就两三千万吧 田巢多 我与了之前 包母分到近三亿的财产 夫妻俩至少拿了两个亿 包大嫂的嫁妆 跟这些年的积蓄 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结果 被折腾的就剩这么点了 包华帽吃笑道 从去年到货家破产前 都是我妈咪回来看 孙子这次货家一破产 她立刻带着孩子 去澳洲探望我妈咪 然后跟我妈咪哭穷说 养孩子花费太大 田巢知道 包母是个比较传统的人 包大嫂拿孩子来试苦肉计 莫怪会惹得 她想跟那个医生分手了 现在怎么样 包华帽说 在我的劝说下 我妈咪已经答应医生的求婚 两人准备下个星期去注册 不过她说 在注册前会做一份财产公证 若是她意外身亡这笔钱 我跟阿浩一人一半 阿浩的那一半由我保管 等她二十岁再给她 这个阿浩就是包华帽的侄子 从包母这话可以 看出她已经不信任 包华参夫妻了 田嫂点点头道 希望这次你妈咪 跟那个医生的事 能顺顺利利 别再出什么儿子了 包华帽笑着道 有我在 出不了什么事的 也是看到包母 跟那个医生在一起后 容光焕发 她觉得让母亲 嫁给医生后半辈子 应该会过得很开心 所以支持这是她妈 前半辈子受了那么多委屈 后半辈子就该开开心心的 不然这辈子都活得憋屈了 包华帽不想在谈家里的糟心事 于是转移看话题 你打电话给我说 有事想找我帮忙 什么事 田嫂说 是儿童救助基金的事 我之前会了 十万美刀过去 那边有人就想查捐钱 惹的是谁 不过这钱是港城会过去的 他们不好继续查 暂时搁置了 但若是会过去的金额 越来越多 迟早会有人查到基金会的 包华帽疑惑地问 你这是做善事 政府知道了 也会褒奖你 田嫂叹了气道 你不了解国内的状况 在国内风投越胜 死得越快 觉得这话有奇异 他又赶紧解释道 不是死亡的死 是被许多人盯着事业 会很容易毁于 一旦谈月的职业很敏感 更不能让他们查到我身上了 不然的话会有大麻烦 那你要我做什么 田嫂说 我希望你能出任儿童 救助基金会的会长 你放心 就是名义上担任 钱还是我出 包华帽文言忍不住笑了起来 钱你出 名我得 那你不是亏大了 田嫂摇摇头说 明不明的我并不在意 我只是希望那些孩子 有机会用知识 改变自己的命运 包华帽文言不由好奇说道 冯一跟我说 你家里以前很穷念不起书 小学跟国中 都是靠在家自学完成的 田嫂 这些都是真的吗 田嫂点头后说 十岁那年我们公社 有个姑娘父母双亡 但她得了叔叔的资助 念到了高中 然后进城里当了工人 还嫁了个好人家 那时候我就在想 若也有人资助我念书 该多好啊 我没那么好的运气 得到好心人的资助 但我现在有能力了 就想帮助那些聪明有天赋 去赢家平念不起书的孩子 这也算是 圆了我小时候的遗憾了 这不是她的念想 是原生的 不过人在困境的时候 都希望能遇见贵人 只是愿望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想挣脱困境 最终只能靠自己 包华帽竖起大拇指 说 我这辈子还真没佩服过谁 可你真的让我心服口服 这基金会的会长 既然你方便出面 那我就担了天 勺这才是真的白手起家啊 最重要的是 赚那么多的钱 一点都不张扬 一般来说白手起家的 恨不能昭告天下 他的成功可填少稳弱泰山 不佩服都不行啊 谢谢你 包老板 包华帽笑着说 你出钱我得名 要谢也是我谢你啊 田勺摇头道 若是没人来查 基金会就默默地资助那些孩子 若是有人查了 我也希望不要大肆宣扬 包华帽不能理解 说道 为什么 你这是在做好事 咱们可以号召 更多的人来捐款 然后救助更多的孩子 田勺说 若是筹集到的善款金额太大 不仅约束多 还很容易被人盯上 到时候出了什么差池 那与我创办这个基金会的初衷 背道而驰了 包华帽虽不能理解 但选他则尊重 当下笑着说道 那以后就不对外募捐 就咱们两人捐 好 第1105章 事达地产 基金会的事定下来后 田勺又询问起房地产公司 成立一事这事 也是他当下最关心的了 包华帽笑着说 这公司挂牌是很容易的事 只是公司的名字还是要想好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名字 事达怎么样 四通发达 这 名字 太普通了 田勺说 不是一二三四的四 是全世界的事 希望咱们的地产公司生意 能遍布全世界 包华帽觉得 他野心还挺大的 不过还是泼了冷水 说 想法是好的 但想要实现非常难 田勺也只是随口一说 他的目标是港城跟内地 不过嘴上却说道 未来的事情 谁又说得准呢 说不准咱们的生意 真的能做到国外去呢 包华帽想了下说道 去国外做房地产生意 还不如投资电力 矿石等能源项目 那个更赚他 倒是有这个想法 但这个投资太大 只能想想了 田勺自然知道这个更赚 但不管是电力 还是矿石 都属于垄断产业 想要做这些生意 必须跟政府搞好关系 他面都不能录 能咋弄 至于说假手于人 像这种项目 都是以异为单位 他可能会放心 田勺说 是更赚 但你觉得我这身份 能做的这个生意 包华帽立刻转移了话题 说 我觉得士达这名字挺好的 就用它吧 过几天就让人去办 田勺笑着说 咱们又不急着等住动工 明年再挂牌 也不吃对了 唐泽宇最近怎么样 包华帽摇头说道 公司的事让他焦头烂额 我们已经许久没一起吃饭了 要我说 还不如将手头的股份都让出去 自己开公司单干上面 压了那么多座山 赚了钱还鸡蛋里挑骨头 亏钱了被骂成孙子 能出来单干 不会被砍死 包华帽看了他一眼 说 他只是脱离公司出来单干 又不是脱离社团 这两者不是一回事 不过他将身家都投进去 而且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 想让他拱手让出去 肯定舍不得的 那就没办法了 只能自己慢慢熬住了 包华帽突然想起一件事 田勺 上个月宇哥的老婆打电话给我 向我要你的恶联络方式 我给拒绝了问他什么事也没说 我猜他应该是有事找你 你若是不急着回去 就给他回个电话 田勺的联络方式 在梅正的田勺的同意下 谁都不会给没办法 他身份太特殊 不敢随意给 我老公出差了 可以晚点回去 包华帽文言 笑着调侃道 这意思只有你老公出差不在家 你才能来岗城了 亏得我还以为你是新时代女性 以事业为重呢 田勺回了他一句 说道 新时代的女性是要事业家庭两手抓 而不是为了事业牺牲家庭 包华帽觉得他想得太好了 说道 一个人精力有限 事业跟家庭不可能兼顾到的 是必要牺牲一样 田勺不跟他争辩这个 说 别人能不能做到我不清楚 但我不会放弃任何一样事业要 家庭也得平衡好 包华帽好笑道 按照你的消费水平 你就是什么都不做 只将钱放银行 只吃利息 这辈子的钱都用不完了 就他之前 找的女朋友 隔三差五都去血拼 可田勺一年的花效都还没多 两人聊了两个多小时 一直到吃完晚餐才分开 前脚将他送走 后脚小柔就坐了计程车来了 见到田勺不仅来了个热情的拥抱 还亲密的脸贴脸 小勺 可想死我了 田勺笑着说 我也很想你怎么样 这次在 浪漫之都的服装学院 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可有什么收获 因为感觉自己知识储备不够 赵小柔想进修 在朋友的推荐下 进了浪漫之都的一家服装学院 为期一年 赵小柔点头说 收获很大 而且我又拉到了两个订单 对了 其中一个订单 是你家三妹的 进修的同时拉单赚钱 没毛病 田勺一听就知道 这是手工秀被人看上了 他没有追问 而是要赵小柔先去洗漱 然后吃晚餐 吃过晚饭 田勺看他一脸卷色 又推他回房休息了 一直到第二天 赵小柔才跟田勺说了手卷的事 赵小柔在服装学院 推销手工秀手帕 他那些同学对此都没兴趣 后来出去游玩 反倒是被个外国老太太 看到他用的手卷 对方很喜欢 赵小柔笑着说 老太太喜欢收集各种新奇的东西 她跟我订了一百块手卷 不过提了个要求 每块手帕袖的花样 都必须不一样 田勺觉得这个 不难 花草人物可用的太多了 价钱怎么说 赵小柔笑着道 一块手帕二十五美刀 给了一千美刀的定金 不过对方要求三个月内交货 你们应该没问题吧 他知道绣一块手帕 需要不少时间 仅凭三押一个人 肯定完不成的 不过干这一行的 肯定认识许多同行 找些手艺精湛的 一起钱就好了 说完 他将一千美金放在桌上 田勺也没推托 说 他跟对象的钱 都拿去了买房子 现在手头没钱了 年底又要办婚礼 这定金我就先拿着 你的抽成到时 从余款直接扣 赵小柔笑着说 这一单就不拿抽成了 当时送三押妹的 新婚礼物田勺觉得 一码归一码 不能混为一谈 亲兄弟名算账 抽成一定要给你的 至于新婚礼物嘛 买好了我可以带回去 因为时间拖得比较长 三押有些担心 自己的绣品没人要 若不是田勺要求 他又要接做衣服的活了 等拿到这笔定金 三押以后 就能安心做绣品了 赵小柔也不跟他客气 笑着说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咱们去逛逛 田勺手头的事 也处理得差不多了 也不用挑日子了 就今天好久没逛街 今日得逛个尽兴 两个人从九点半出门 一直逛到晚上十点 才打到回府 小柔只买了三套衣服 田勺却是买了四十多的袋子 两辆车的后车厢 都塞不下了 武刚偷偷跟高有良吐槽 这赵小姐以前 走二十多分钟就寒腿疼 今天逛了十二的小时 还精神抖擞的 所以这女人到底是什么物种 为什么逛街这么兴奋 高有良什么都没说 就拍了拍她的肩膀 第1706章 恐怖的田勺 赵小柔回来 田勺又多留了五天 这五天 白天与赵小柔在外面逛逛街 吃吃喝喝 晚上处理一些事情 受她影响 赵小柔在外也会戴口罩 不过两个人在法国餐厅吃饭的时候 碰到了包华帽与新娇的女朋友 因为知道赵小柔还没放下 田勺有些担心地看住她 结果这女孩聊了下自己的大波浪头发 笑音音地用粤语说道 包少 你女朋友好近呀 她女朋友挽着包华帽的胳膊 还将脸贴在她的肩膀 上 笑音音地跟两人打招呼 这座派分明是在宣誓主权了 田勺旁若没看到 笑着说 小柔姐 叫错了 应该应该改口叫包老板 包华帽看到田勺那笑容有些发怵 然后她还要故作镇定的 说道 不过一个称呼怎么叫都无所谓行总 难得这么巧碰到 这顿我请 早知道两人在这里吃晚饭 她就去其他地方来 估计又要被田勺挤兑了 赵小柔笑着说 那就多谢包老板了 等包华帽带着女朋友去了自己的餐桌上 赵小柔又叫服务生加了几样东西 挑的全都是贵的 然后还特意点了一瓶特别贵的酒 点完以后 赵小柔冷哼一声 有钱就得色 这多年还改不了这破毛病 小勺 这酒喝不完 咱们带回去慢慢喝 没关系吧 赵小柔 笑着道 能有啥关系 这世界上的男人又不止她一个 我这么漂亮又有钱 什么样的找不住田勺看她说的真挚 笑着说 说得对 咱找个比她帅 比她年轻 还比她有钱的 气死她 听到这话 赵小柔有些遗憾地说 比她好看 比她年轻 还比她有钱的 我所认识的人里 也只你一个人了 可惜你是女的 若是男的 谁跟我抢 我就跟谁拼命 田勺腔的咳了起来 赵小柔眼着嘴直笑 说 你个大才女 这么不惊动呢 放心 我早放下了 优秀的男人那么多 我不可能在她这颗歪脖子树上吊死 田勺腔的 这形容太贴切了 论做生意包华帽确实不错 但感情方面却很渣 跟她结婚的话 估计也幸福不到哪里去 当然 若是能降助她 那就另当别论 不过想降服这个浪子 难度比较大 同时 包华帽的新女友 撒着娇问她 华帽 右边那女的是谁啊 怎么我没在杂志上见过 赵小柔以前跟包华帽经常上杂志 她 几任新女朋友见到人就认识了 但田勺却脸生 也是她要提防的对象 包华帽哪能看不出 她这是小心眼犯上了 你没看到她带婚戒了 人家跟老公恩爱的不行 别胡乱吃醋这话 让包华帽的新女友打消 了一律 下午的时候 包华帽带了几箱新道 包华的水果去了田勺那儿 看到客厅两个箱子 她问道 怎么 就要回去了吗 田勺问了一声说 手头的事都处理完了 也该回去了 包华帽有些遗憾地说 过两天 我朋友投资的意大利餐厅 要开业了 请的厨师手艺非常好 本还想请你去品尝呢 田勺表示 这是不急 明年来再去品尝不迟 不过她问了另一件事 你在阳城的地皮 都买了快两年 计划书去年都做好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动工 其实这酒店去年就准备建造的 但因为 田勺说日股前景好 她将钱都投进去了 然后身边的人都对投资内地不看好 弄得她又迟疑起来 不过看田勺这样 若是再拖下去 估计要发飙了 包华帽怕挨骂 就说他们公司内所有高层 都不看好这个项目 我也去那里考察了两次 阳城有钱 切舍的住五星级宾馆的寥寥无几 而来阳城投资的老板 他们肯定也会选择另外几家 有名气的五星级宾馆入住 我担心 这宾馆建起来 到时候收入都不能维持日常开支 田勺问道 你没发现去阳城开工厂的人 越来越多 以后这些来投资的会越来越多 这人有钱了就会好好享受 而且入住高档宾馆 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包华帽点点头道 行 我过几天 就去一趟阳城 争取年后开工 透过这件事 田勺觉得要寻个机会 跟上面提个建议 不管谁 在阳城买了的三年之内 必须动工 不按照合约来到时 就将它收回来 不然的话 有些人看的便宜大量囤币 过个十年二十年 再抛售 坐等住数钱了 包华帽问 田勺 你给嫂子打了电话吗 田勺点了点头 说打了三回 前两回没人接 第三回是个阿姨接的 说于英姐回 娘家住了怎么 两人又吵架了 包华帽摇头说 这个就不清楚了 不过吵架应该不至于 宇哥现在因为公司的事 焦头烂额 不可能还有空闲去玩 估计是嫂子娘家有事吧 对了 我之前听宇哥说 你鼓励嫂子创业 他虽没说心里 却不大舒服 田勺孝主说 我就是觉得 嫂子很有能力 留 在家里照顾孩子 太可惜了 这才提两句 至于是留在家里 相夫轿子 还是出来工作 都得他自己决定 包华帽犹豫了 还是说道 田勺 你跟嫂子的交情 还没到那一步 你提这种建议 我觉得真的不大好 田勺点头说道 这是确实是我鲁莽了 当时也是看 嫂子那么有才 埋没在家里 意识没忍住 以后我会注意 见他主动认错 包华帽也没再抓着 这是说了 不过他觉得 有必要打个预防针 我以后结婚 老婆肯定得 以家庭为重的 你可别怂恿他 去创业啊 要说他真觉得 田勺很恐怖 赵小柔当初跟住他 每日就吃吃喝喝完 连班都不愿意上 结果却是被他影响 现在都成女强人了 这几年 不仅帮田勺 拉了几百万的订单 还帮别人牵线 赚了不少钱 田勺哈哈大笑 说 你老婆影子 都不知道在哪 说这些为时过早 若你实在担心 那就将他藏好 不要让我看见 这样也不会 受我的影响了 包华帽觉得 以后结婚 确实不能让老婆 跟田勺多接触 他可不想自己老婆 做什么女强人 第1707章 发家致富 田勺过海后 去了三魁那里 一是上次怒斥 庄一棚后 又指派了个人进场 担任副厂长 二是三鸭年底 要结婚 帮着叮嘱三魁 挑了些海货带回去 办酒席的时候要用 三魁知道他要买海货 笑着说 姐 这是不用你说 我早就跟人定了 到时候我一起烧回去 田勺按了一声 问道 工厂最近怎么样 三魁迟疑了下说 姐 你指派的那个人 进场后 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 不过我听陈会计说 招待费已经降下来一半 田勺说 这人 是我从人才市场招募来的 刚毕业的才能有 但一直在像雅塔内 肯定都不过装一捧 这年轻人 理论知识很丰富 但实践为零 对庄一捧 构不成威胁 但也是给他敲边鼓 这次进的是 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下次就不会了 而且对方 对港城的情况很熟悉 若是庄一捧用得好 此人也能成为他的助力 那我要不要帮帮他 田勺笑着说 不需要 让他靠自己的本事 在工厂站稳脚跟 若不行 他会主动离开的三魁 犹豫了下倒 港城的大学生 这么不值钱吗 内地大学生都会分配工作 港城的大学生 竟然还要自己找工作 太可怜了 田勺摇摇头说 不是大学生 是职业学校毕业的 不过跟内地的人比起来 也确实是高学历 内地现在很多都是文盲 就是母弹服装厂的员工 90%都是文盲 不过管理阶层的人都认字 都是后来有需要自己去学的 想到这里 田勺问道 三魁 你说若是在工厂开一个扫盲班 你觉得会有人来去上课吗 这个扫盲班 就纯粹是扫盲 让他们认字 没有证书的 主要是招募的这些女工里 有近一半都是年轻姑娘 若是认字说不定 能更进一步 三魁摇头表示不知道 不过他提了一件事 姐 田桃很勤奋 在厂里认了个姐姐 那姑娘是省城的 初中毕业 田桃跟住她认了不少字 现在都能看报纸了 草根呢 三魁听到这话 神色有些复杂了 怎么 还在围着王盼盼打转啊 三魁点点头道 我都劝了他两回都不听 后来他还觉得 我辜负了王盼盼脑子不清楚 我也懒得跟他说话了 也不想想 那王盼盼都看不起乡下人 怎么可能会选他调住他 不过是为了彰显自己受欢迎 田勺说 若是他为王盼盼闹出什么事来 也不用留情面 直接开除田桃这般上镜 你可以适当照佛下 他就喜欢努力上进 有野心的姑娘 田桃 这般努力 他也愿意给机会 只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不要半途而废 好 三魁犹豫了下 还是说了徐坤的事 当初他刚来四九城 连收破烂都不会 还总傻傻地被欺负 是徐坤帮他出头 并且教了他许多事 感念当初的恩情 所以也就冒险帮了他一把 田勺说 没留下把柄吧 没有 我就写了一个地址跟名字 那指我后来要回来烧到了 另外我还给了他三百块钱 也算是报答他之前对我的照应 田勺没怪他 只是说 你这手也太松了 看来我还得跟弟妹说说 不准你身上留太多钱 最多就五十三魁 没看过这么坑地地的 在三魁这儿停留了一个多小时 田勺去赶火车了 以前在外面什么感觉 但自结婚 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练价了 回到家 田勺就将一千美刀的定金给三鸭 将赵小柔拉到订单的时候说了 一百块手帕量并不多 但若是送去的绣品 能让对方满意 对方说不准定 还会追定的 三鸭看住这一打美刀 心扑通扑通地直跳 等冷静下来后 他又担心起来 姐 三个月内 绣一百块钱手帕 并且还要不同的图案 大姐 我不吃不睡 也绣不出来 田勺笑着说 你一个人肯定绣不完呢 但可以找杨师傅 跟你认识的绣娘一起做啊 一块手帕给他们二十五块钱 他们肯定很乐意 三鸭疑惑地说 姐 我听说美刀现在是 一比二的兑换比例 二十五美刀一块手帕 去掉抽成 那应该是四十块钱啊 田勺觉得 他真不是做生意的料 运费 通讯费这些 不要算在里面吗 不赚他们的钱 但至少也不能亏本啊 想着 他的性子 田勺叮嘱道 若是他们问起 你就说这个价格是我定的 至于买家给了多少钱 不要说 若是他们不愿做就算了 赚钱的事 不愁找不住人 这 这要被发现 会不会觉得 咱们剥削他们啊 田勺笑着说 现在都鼓励赚外汇 你这虽然钱少 但也是创收了盾 来下 他又说道 你这是靠手艺吃饭 又不是像徐坤那样 倒卖物资 就算有人举报 只会得到上头夸奖 不会抓的 所以你就放心 大胆地干 听到这话 三丫才放心 看中那一叠钱 他说 姐 利润咱们对半分 没有你帮着牵线 也拿不到这个订单 田勺白白手道 我不要你这结婚 不是手头紧 这笔钱正好 解了燃眉 知及了三丫 好好干 靠着这手艺 你也能发家致富 大富大贵没有 但有这门手艺 以后生活优渥 是没问题 六个妹妹 三丫有了归宿 六丫不用操心 五丫有主意 也对未来有规划 如今只剩下四丫了 只希望这丫头 能兑现当日的承诺 不是三分钟热度 父母盯着也差不了 想着买主 只给三个月的时间 三丫与田勺谈完事后 就马不停蹄地 去找杨师傅 与他订单 与期限的事情 杨师傅问 多少钱一块 二十五一块手帕 美刀吗 三丫不自然地说 不是 这是折算为软妹币了 若是美刀 只有十二块 杨师傅见状就知道 买家肯定不是出这个价了 他说 三丫 你是我的徒弟 而且秀这个东西很费神 赚的就是辛苦钱三丫 你跟我说实话 对方到底出给多少钱 三丫摇头说道 对方就是给的这个价 若是步不做 我也不勉强 第一千一百零八章 远相尽臭 三丫回来的时候 与田勺说了杨师傅的反应 田勺说 他秀也好可以用 不过其他人 你自己去找 不要都指望他 大姐 我认识的人没他多 田勺笑了下说 只要知道地址找上门去 就是你又不是去借钱 是给他们赚钱的机会 他们知道 只会欢迎你 绝对不会将你轰出来 还有 我是交了高额的学费 他才愿意交你 但 并不是看你资质好 才收你当徒弟 所以 你不欠他什么 三丫 他机会问出这话 就表明对这个价钱不满 你若这次不自己去请秀娘 下次再想透过他 去找其他秀娘 到时候会被他拿捏住 在利益面前 人心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也没必要去考验 三丫想了一下 觉得田勺说的有道理 点头硬了 大姐 杨师傅还说 寄对方给的是美刀 希望我到时 也能用美刀结算 我也拒绝了 田勺觉得 三丫终于长进 你拒绝是对的 这次顺了他的意 下次肯定还会提 其他条件主要 这次对方要的是手帕 虽然要求不同图案 但因为小并不复杂 若是大剑的话 一时半会 还真可能找不住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 小柔现在考虑事情很周全 三丫以前是很感激杨师傅的 不过在田勺的一再提点下 也明白过来 她并不欠杨师傅 什么当初给了那么高昂的学费 本来就是一场交易 她点了下头后说 姐 刚才忙着去找杨师傅 忘记告诉你了 姐夫上个星期回来了 待了一天又出差了 这是刚才李春已经告诉他了 田勺问道 你姐夫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 因为在保密单位 连去哪里都不能问 挺难的 她说最多一个星期就回来 让你不要担心 能说这话 那就表示任务不危险了 田勺也放宽了心 问道 最近家里怎么样 没啥事吧 三丫摇头道 咱家没什么事 不过嫂嫂的父母说 她一个人住不安全 想搬来跟她住 像娄子于家 因为前两年治安不好 请了岳父岳母过来同住 不过后来他们搬了家 派出所就在旁边 她岳父岳母就回去了 父母疼爱孩子 子女也会很孝顺 闹翻了 三魁的房子八月底弄好 然后田勺给她订的 一整套红木家具 也送了过去 那宅子全都弄好以后 跟田勺这儿不能比 但普通人见了绝对会眼馋 三丫点点头道 我嫂子说这宅子姓李 不姓陶 若是想住 先去问过三魁哥胡爷爷 放心不下 让我带着小黑过去 陪嫂子住顿了下 三丫说 胡爷爷说 三魁哥的房子 有那么的房间 完全可以腾出两间租出去 既能收房租 有人一起住着 也不担心不安全 当然 出租的对象肯定 是单身女性了 田勺笑着说 你可以跟舒惠说 要怎么做 让她自己决定不行的话 到时候给她抱个小狗仔子 三丫摇摇头道 我也是这么跟胡爷爷 说的 但胡爷爷说 他听到风声说 好像说四九成会出台政策 不让养狗 这个田勺还真不知道 那你打个电话给三魁 让他解决这事 现在抓了那么多人 治安好了很多 高有良他们有空 也一直巡视胡同 暂时不用太担心 三丫叹了一口气 也是大舅妈走不开 要照顾外婆跟两个孩子 不然可以让他来陪表嫂了 田勺一了一声说道 外婆不是送到陈家村去 老妈 怎么又是大舅妈照料 那两个人虐待外婆了 三丫将事情详细地告诉田勺 说完后道 我打电话问了二姐 二姐说这次大舅大发雷霆 将二舅打得躺床上 到现在还起不来 并且放话说 以后不再往来了 田勺骂道 打得好 畜生不如的东西 不过外婆清醒的时候 会找儿子 现在不可能真断了往来 老人在世 要是兄弟断绝往来 伤的是老人的心 加之外婆一直都偏腾离铁 不过等外婆过世后 估计会老死不相往来 三女又将里外婆 摸出门的是说了 姐 租的房子还是太小了 出个门都不方便 大舅想在县城买块地皮盖房子 这样外婆就能在自家院子 晒太阳走动了 只是大表哥跟二表哥都没同意 爹想集钱给他们买地皮盖房子 田勺没说话 三鸭叹了呼吸道 大表哥说拿不出那么多的钱 二表哥是觉得他那有房子 可以搬到他那去 没必要再另外盖房子 三魁哥刚结婚 手头又没什么钱 田勺没对这时发表意见 只是问道 是大舅开口 还是爹娘主动提出借钱的 爹娘主动提出借钱 大舅开了口就借 没开口不要急 见三鸭看着他欲言又止 田勺道 有什么话就说 不用藏在心里 三鸭本以为 田勺会很爽快地借钱的 但这个态度模拟两可的 他觉得爹娘可能把握不了这个度 姐 为什么一定要大舅开口呢 田勺想了下说道 清官难断家务事 大舅家现在不是 没钱盖房子这么简单 而是都有自己的想法跟心思 所以这事 咱们不能大包大懒 三鸭 以后你嫁到了五家 也是这样 不要大包大懒 你公婆以后老了 养老的事 也得三家商量着来 不过五夫的等级高 以后应该能再干修所养老 不用跟他们住一起 只是凡事都有万一 先给三鸭提个醒 说完 他还拿李爱华的奶奶举了例 有道是远相近臭 以前李奶奶对杨阿姨各种挑剔 觉得他做什么都敷衍了事 并不是真心照顾现在老两口住在省城 天天念着杨阿姨的好 想回永宁县阳老 只是李母已经被伤透了心 并不松口 表示必须按照之前商议好的来 李福因为之前的事也不敢勉强他 所以两位老人还在省城 三鸭想了下点头 硬了声好 田勺梅再说了 三鸭大概率会留在四 九成 就算五正亲调走 他跟住去 五父五母也不可能跟住去 暂时不会有婆媳矛盾的 治愈以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了 第一千一百零九章 便啰嗦的谭月 田勺到家的第四天 谭月也出差回来了 看他风尘仆仆的样子 田勺随口问道 现在各处都在抓坏分子 如今治安都变好了 你怎么还那么忙 这次不是办案子 是回了一趟老家 田勺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去取黄金去了 他好奇地问道 大哥说出了黄金 还有古董跟一些珠宝首饰 这古董跟珠宝都是些什么东西 谈 月摇头说 就一些谈谈罐罐 珠宝的话 有红蓝宝石跟玉佩 跟金银队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两张房器 说完 从提着的袋子 拿出了两张泛黄的 只给田勺 这纸上都是繁体字 田勺看了连财带姑 也能懂看完以后有些感慨 这就是大户人家的底蕴 捐了那么多的财产 还留下这么大的两座宅子 跟一箱子的财宝 田勺说 这两座三进的大宅子 就在夫子庙附近 评级这两份房器 应该可以将房子收回来的 以前的大房子都充公 但现在只要有房器 等证据证明房子 的所有权 公价会将房子归还的 不过像这种大房子 分给了许多人居住 想收回来会比较麻烦 谭月点头表示 有凭证确实可以将房子收回 田勺却觉得有一个麻烦 这两张房器 一张是在大舅名下 一张是在小舅名下 小舅的房子 我们可以收着 但大舅的房子 你那堂舅要知道了 一定会来要的 毕竟他的小儿子 穆康过继在穆大舅的名下 继承他的香火 这房子 不管是从道义 还是律法 都要归他 只是想着穆家人的贪婪 田勺担心 对方两栋房子 都想要不仅如此 两张房器 也不可能凭空出现 对方一定会联想到 这是穆留下的东西 到那时 一定会来分财宝 谭月文言眼中闪过一抹厌恶之色 他说 我先跟大哥二哥商量 看看他们怎么想 谭心国跟谭心华 自然不愿意将东西 分给穆康了 穆康虽说是寄在穆大舅名下 但当初那一家子 就是冲着房产去的 而穆康这东西 除了过激纳刺 之后再从没有去 祭拜过穆外公跟穆大舅他们 也是如此 谭心国跟谭心华两兄弟 根本不跟穆良他们一家 往来这房子跟财宝 两兄弟也不愿给他们 谭心国想了一下说 这房子咱们先不收 我会跟相关部门打招呼 等时机成熟 咱们再将房子收回来 才不动人心 穆良肯定会 急住穆康的身份来要 房子要财宝的 若是不给 他们的对手 一定会急急声势给的话 又不甘心 谭心国主要是想 急住这些金条生钱 不想为此惹出什么事 谭月原本就没想要 分这笔财宝 自然没意见 谭心华表示 以后就是将这批财宝捐了 也绝不便宜穆康纳王八蛋 过季了得房产 没什么好说的 但至少清明跟过年 去扫个墓 祭拜下仙人 结果每年 只他们兄弟两人 带着孩子去扫墓之前的 就不计较了 以后一毛都别想拿走 谭心国与谭月说 这笔钱给小勺做投资 这做投资有赚有亏 赚了是咱们的运气 亏了也是咱们 没这个财运 钱谁都爱 但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 特别是像他这个位置的 要钱简直不要太容易 但越到他们这个位置 越要洁身自好 一招不慎被人抓了把柄 可能就是万丈悬崖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谭心国每一步都很谨慎 这话让谭月听着舒坦 就算田勺再神 也不可能保证一定赚钱 谭心国想着 之前他跟自己说的事 问道 老三 之前你不是说 包老板的朋友会来考察 真的会来吗 谭月笑着道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 小韶回来之前问了包华帽 他说已经跟对方约好了 月底会来若是下雪 正好看雪 谭心国激动地说 那来了要提前告诉我 我也好提前安排好 他不是 喜欢美食吗 到时候请几个大厨 每天不同样地做给他吃 谭月看他这样子 皱着眉头说 大哥 咱们是跟他们合作 两家关系是平等的你这样 到时对方见了会拿架子 谭判的时候 我们也会落入下风 谭心国白白手道 老三 你没搞经济 不懂半导体工业 对我们有多重要 只要对方愿意跟我们合作 其他都好说 谭月心里不舒服 但却没再说这事 晚上 田勺看住谭月 带回来的六十根金条 笑着说 现在这风间浪口 拿这么多金条去对 太显眼了 咱们花钱 将它们买下来吧 谭 月沉默了一下说 这六十根金条 二十根是我们的等分钱的时候 这份咱们留下来 田勺一了一声后问道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谭 月说 这钱给大嫂 她也是给敏财跟敏卷 他们置办产业给你 你会拿去做善事 或有利于公价的事 田勺笑着应下了 谭月又说 小勺 我今日跟大哥说了 仅此一次再没下次了 田勺好笑道 之前就说了 今日还说 你就不怕大哥恼了你啊 恼就恼 总比让你暴露的强 田勺心里甜滋滋的 谭月又说 小勺 等以后将钱还给大哥大嫂 他们是智产 还是做其他投资 你不要再管了 田勺笑咪咪的说 知道了 我发现你现在 变得越来越啰嗦了 谭月也不想变啰嗦 但问题是 田勺越来越让他不放心了 小勺 我有时候都想辞了工作 跟在你身边保护你 只要田勺 去了港城 他就提着心怕出事 有的时候都后悔 当初若没放任田勺 去港城开公司 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事 不过 这个念头也是一闪而过 田勺抱住他说 你舍得 我还舍不得呢 放心 我会小心的 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中 谭月搂着他 压低声音说道 你一定要保重好自己 小勺 你要记得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若你有个什么好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田勺心头 也浮现出一抹内疚 这些事当时应该先跟 他商量的 你放心 出门一定让冯毅 跟武刚他们贴身跟住 这些事当时应该是